诗篇第一篇 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好绩效的人的座位 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 他昼夜莫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 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果子 叶子总不枯干 他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 恶人却不是这样 他们好像康匹被风吹散 因此在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在义人的团体中 罪人也必这样 因为耶和华看顾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第二篇 列国为什么骚动 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 世上的君王起来 首领聚在一起 敌对耶和华和他所高丽地说 我们来正断他们给我们的束缚 摆脱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讥笑他们 那时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 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 说 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 受高者说 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御旨 耶和华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了你 你求我 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 把全地都归属于你 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 好像打碎淘气一样粉碎他们 现在 君王啊 你们要谨慎 地上的审判官啊 你们应当听劝告 你们要以敬畏的态度 侍奉耶和华 又应当纯占惊的心而欢呼 你们要用嘴亲吻子 否则他一发怒 你们就在路上面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是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诗篇第三篇 耶和华 我的仇敌竟然这么多 起来攻击我的竟然那么多 有很多人议论我说 他从神那里得不到救助 耶和华 你却是我周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是使我抬起头来的 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 我躺下 我睡觉 我醒来 都因耶和华在扶持着我 虽有千万人包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 你击打了我所有仇敌的脸颊 打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子民 诗篇第四篇 我公义的神啊 我呼求的时候 求你答应我 我在困苦中 你曾使我舒畅 求你恩待我 听我的祷告 尊贵的人啊 你们把我的荣耀 并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追求虚晃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把前程人分别出来 归他自己 我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 他就垂听 你们生气 却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你们要在心理思想 并且要安静 你们应当献公义的计 也要投靠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我们得什么好处呢 耶和华 求你扬起你的脸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喜乐 胜过人在丰收五股心酒时的喜乐 我必平平安安躺下睡觉 因为只有你耶和华 能使我安然居住 诗篇第五篇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的话 顾念我的叹息 我的王 我的神啊 求你倾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祷告 耶和华 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 我要一早向你沉明 并且迫切等候 因为你是不喜爱邪恶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狂傲的人 不能在你眼前站立 你恨恶所有作恶的人 你必灭绝说谎话的 好流人血和弄鬼诈的 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至于我 我必凭着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殿 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所敬拜 耶和华 求你因我仇敌的缘故 按着你的公义引导我 在我面前铺平你的道路 因为他们的口里没有真话 他们的内心充满毁灭人的意图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弄鬼诈 神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诡计跌倒 愿你因他们许多的过犯 把他们赶出去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愿所有投靠你的人都喜乐 常常欢呼 愿你保护他们 又愿爱你名的人因你欢乐 耶和华 因为你必赐福给义人 你要以恩惠向盾牌四面护卫他 诗篇第六篇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恋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气愤中管教我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抖 我的心也大大站立 耶和华 要等到几时呢 耶和华 求你回转搭救我 因你慈爱的缘故拯救我 因为在死亡之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呢 我因悲叹而疲惫 我夜夜流泪 把床飘起 把床榻尽透 我因愁烦眼目昏花 因众多的仇敌势力衰退 你们所有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 我所有的仇敌都必蒙羞 大大惊慌 扎眼之间 他们必蒙羞后退 诗篇第七篇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已经投靠了你 求你拯救我 脱离所有追赶我的人 求你搭救我 免得他们像狮子一般把我撕裂 把我撕碎的时候 也没有人搭救 耶和华 我的神啊 如果我做了这事 如果我手中有罪孽 如果我以恶回报那与我为友的人 或是无故掠夺与我为敌的人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 直到追上 把我的性命践踏在地上 使我的光荣归于尘土 耶和华 求你在怒中起来 求你挺身而起 抵挡我敌人的暴怒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出令实行审判 愿万民聚集环绕你 愿你归回高处 同管他们 愿耶和华审判万民 耶和华 求你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心中的正直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行止息 愿你使义人坚立 公义的神啊 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他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 如果人不悔改 神必把他的刀磨快 神已经把弓拉开 准备妥当 他亲自预备了致命的武器 他使所射的剑成为燃烧的剑 看哪 恶人为了罪孽经历惨痛 他怀的是恶毒 生下的是虚晃 他挖掘坑血 挖得深深的 自己却掉进所挖的陷阱里 他的恶毒必回到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在自己的头顶上 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 歌颂至高者耶和华的名 诗篇第八篇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 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 因你仇敌的缘故 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 使仇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 我观看你守所造的天 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 啊 人算什么 你竟纪念他 使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使他比天使低微一点 却赐给他荣耀尊贵做冠冕 你叫他管理你守所造的 把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 就是所有的牛羊 田津的走兽 空中的飞鸟 海里的鱼 和海里游行的水族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 诗篇第九篇 耶和华 我要全心称谢你 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以你快乐欢心 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后的时候 就在你的面前半倒灭亡 因为你为我生了冤 变了区 你坐在宝座上 实行公义的审判 你斥责了列国 灭绝了恶人 你涂抹了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的结局到了 他们遭毁灭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城镇 使他们淹没无闻 耶和华 却永远坐着为王 为了施行审判 他已经设立宝座 他必以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要给受欺压的人 做保障 做患难时的避难所 认识你名的人 必依靠你 耶和华 你从未撇弃寻求你的人 你们要歌颂 住在西安的耶和华 要在万民中传扬 他的作为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的罪的 他纪念受苦的人 他没有忘记他们的哀求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看看那些恨我的人 加给我的苦难 求你把我从死门拉上来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可称颂的事 并在西安的城门 因你的救恩欢乐 列国陷入自己挖掘的坑中 他们的脚 在自己暗设的网里缠住了 耶和华已经把自己显明 又施行了审判 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恶人都必归到阴间 忘记神的列国都必灭亡 但贫穷的人 必不会被永远遗忘 困苦人的希望 也必不会永久落空 耶和华 求你起来 不要让世人得胜 愿列国都在你面前受审判 耶和华 求你使他们惊惧 愿列国都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诗篇第十篇 耶和华 你为什么远远地站着 在患难的时候 你为什么隐藏起来呢 恶人骄横地追逼困苦人 愿恶人陷入自己所设的阴谋中 恶人夸耀心中的欲望 他称赞贪的人 却藐视耶和华 恶人面带骄傲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在他的一切思想中 都没有神 他的道路时常稳妥 你的判断高超 他却不放在眼内 他对所有的仇敌 都嗤之以鼻 他心里说 我必永不摇动 我绝不会遭遇灾难 他口里充满咒诅 诡诈和欺压的话 舌头底下 尽是毒害与坚恶 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 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暗地里窥探不幸的人 他在隐秘处埋伏 像狮子埋伏在丛林中 他埋伏要掳走困苦人 他把困苦人拉入自己的网中 掳走了他们 他击打 他屈身敦伏 不幸的人就倒在他的爪下 他心里说 神已经忘记了 他已经颜面 永远不看 耶和华 求你起来 神啊 求你举起手来 不要忘记困苦的人 恶人为什么藐视神 心里说 你必不追究呢 其实你已经看见了 忧患与愁苦 你都已经看到 并且放在自己的手中 不幸的人 把自己交托你 你是帮助孤儿的 愿你打断恶人和坏人的绑壁 愿你追究他们的恶行 直到清清楚楚 耶和华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列国都从他的地上灭亡 耶和华 困苦人的心愿 你已经听见 你必兼顾他们的心 也必留心听他们的呼求 好为孤儿 何受欺压的人申冤 使地上的人不再施行恐吓 诗篇第十一篇 我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么对我说 你要向飞鸟逃到你的山上去 看哪 恶人的弓已经拉开 箭已经上弦 要从暗处设那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既然毁坏 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 他的眼睛观看 他的目光查验世人 耶和华试验义人和恶人 他的心恨恶喜爱强暴的人 耶和华必使火炭落在恶人身上 烈火、硫磺和汉风 是他们碑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的行为 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 诗篇第十二篇 耶和华 求你施行拯救 因为虔诚人没有了 在世人中的现实人也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谎 用谄媚的嘴唇说话 口是心非 愿耶和华剪除一切 说谄媚话的嘴唇 和说夸大话的舌头 他们曾说 我们必能以舌头取胜 我们的嘴唇是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耶和华说 因为困苦人的冤屈 和贫穷人的叹息 我现在要起来 把他们安置在他们渴望的稳妥之中 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 好像银子在尼炉中练过 经练过七次一样 耶和华 求你保守我们 保护我们 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 恶人到处横行 邪恶在世人中被高举 诗篇第十三篇 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 要到永远吗 你眼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愁酸不安 内心终日愁苦 要到几时呢 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看顾我 应允我 求你使我的眼睛明亮 免得我沉睡致死 免得我的仇敌说 我胜过了他 免得我跌倒的时候 我的敌人就欢呼 至于我 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 必因你的救恩欢呼 我要歌颂耶和华 因他以厚恩待我 诗篇第十四篇 余王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败坏 行了可赠的事 没有一个'行善的' 耶和华从天上查看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人人都偏离了正道 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所有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 他们吞吃我的子民 好像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必大大震惊 因为神在一人的群体中 你们要使困苦人的计划失败 但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 耶和华给他子民带来复兴的时候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诗篇第十五篇 耶和华 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寄居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呢 就是行为完全 做事公义 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他不以舌头诋毁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诽谤他的邻居 他眼中藐视卑鄙的人 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 他起了事 纵然自己吃亏 也不更改 他不拿自己的银子 放债取利 也不收受贿赂 陷害无辜 行这些事的人 必永不动摇 诗篇第十六篇 神啊 求你保守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至于世上的圣民 他们都是尊贵荣美的人 全是我所喜爱的 追求别神的 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多 他们所垫的血迹 我不祭奠 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碑中的份 我所得的业份 你亲自为我持守 准生粮给我的 是加美之地 我的产业实在令我喜悦 我要称颂那指导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在夜间也劝诫我 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必不会动摇 为此我的心快乐 我的灵欢心 我的肉身也必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把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必不容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把生命的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诗篇第十七篇 耶和华 求你垂听我公义的案件 倾听我的申诉 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 这不是出于诡诈嘴唇的祷告 愿我的判词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查看正直的事 你试验了我的心 在夜间见察了我 你熬练了我 还是找不到什么 因为我立志使我的口没有过犯 至于世人的行为 我借着你嘴唇所出的话保护了自己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 我的脚步稳踏在你的路径上 我的两脚没有动摇 神啊 我向你呼求 因为你必应允我 求你侧耳听我 垂听我的祷告 求你把你的慈爱奇妙地彰显 用右手拯救那些投靠你的 脱离那些起来攻击他们的 求你保护我 像保护眼中的同仁 把我隐藏在你的翅膀映下 使我脱离那些欺压我的恶人 脱离那些围绕我的死敌 他们闭塞了怜悯的心 口里说出骄傲的话 他们追踪我 现在把我围困了 他们瞪着眼 要把我推倒在地上 他们像急于撕碎猎物的狮子 又像敦伏在隐秘处的幼狮 耶和华 求你起来 迎面攻击他们 把他们打倒 用你的刀 救我的命脱离恶人 耶和华 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 脱离那些旨在今生有份的世人 求你用你为他们储存的充满他们的度负 使他们的儿女都可以保偿 他们还有剩余地留给他们的子孙 至于我 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 我醒来的时候 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 诗篇第十八篇 耶和华 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助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我的盾牌 我救恩的脚 我的高抬 我向那当受赞美的耶和华呼求 就得到拯救 脱离我的仇敌 死亡的绳索环绕我 毁灭的急流淹没了我 印尖的绳索围绕着我 死亡的网罗迎面而来 急难临到我的时候 我求告耶和华 我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进了他的耳中 那时 大地摇汗震动 群山的根基也都动摇 他们摇汗 是因为耶和华发怒 浓烟从他的鼻孔往上冒 烈火从他的口中喷出来 连炭也烧着了 他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在他的脚下黑云密布 他乘着基禄帛飞行 借着风的翅膀急飞 他以黑暗做他的隐秘处 他以浓黑的水气 就是天空的密云 做他四周的伪杖 密云 冰雹 雨火炭 从他面前的光辉经过 耶和华在天上打雷 至高者发出声音 发出冰雹和火炭 他射出箭来 使他们四散 他连连发出闪电 使他们混乱 耶和华斥责一发 你鼻孔的气一出 海底就出现 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他从高处伸手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他救我脱离我的强敌 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们来攻击我 但耶和华是我的支持 他又领我出去 到那宽阔之地 他搭救我 因为他喜悦我 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 报答我 照着我手中的清洁 回报我 因为我谨守了 耶和华的道 未曾作恶 离开我的神 因为他的一切典章 常摆在我面前 他的律力 我未曾丢弃 我在他面前 做完全的人 我也谨慎自己 脱离我的罪孽 所以耶和华 按着我的公义 照着我在他眼前 手中的清洁 回报我 对慈爱的人 你显出你的慈爱 对完全的人 你显出你的完全 对清洁的人 你显出你的清洁 对狡诈的人 你显出你的技巧 谦卑的人 你要拯救 高傲的眼睛 你要贬低 耶和华 你点亮了我的灯 我的神 照明了我的黑暗 借着你 我攻破敌军 靠着我的神 我跳过墙员 这位神 他的道路 是完全的 耶和华的话 是炼镜的 凡是投靠他的 他都做他们的盾牌 除了耶和华 谁是神呢 除了我们的神 谁是磐石呢 他是那位 以能力 给我束腰的神 他使我的道路完全 他使我的脚 像母鹿的蹄 又使我站稳在高处 他教导我的手 怎样作战 又使我的手臂 可以拉开同工 你把你救恩的盾牌 赐给我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你的温柔 使我昌大 你使我脚底下的路径宽阔 我的两膝没有动摇 我追赶仇敌 把他们追上 不消灭他们 我必不归回 我重创他们 使他们不能起来 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 你以能力给我束腰 使我能够作战 你又使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人 都屈服在我的脚下 你使我的仇敌 在我面前转备逃跑 使我可以歼灭恨我的人 他们呼叫 却没有人拯救 就算向耶和华呼求 他也不答应他们 我捣碎他们 像风前的尘土 我倾倒他们 像街上的烂泥 你救我脱离了人民的征镜 你立我做列国的元首 我不认识的人民 要服侍我 他们一听见 就服从我 外族人都向我假意归顺 外族人大势已去 战战兢兢地 从他们的要塞走出来 耶和华是永活的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拯救我的神 是应当被尊为至高的 祂是那位为我申冤的神 祂是万民浮在我的脚下 祂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你还把我高举起来 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又救我脱离了强暴的人 因此 耶和华 我要在列国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耶和华 赐极大的救恩 给他所立的王 又向他的受高者施慈爱 就是向大卫和他的后裔施慈爱 直到永远 诗篇第十九篇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穷仓传扬他的作为 天天发出言语 夜夜传出知识 没有话语 没有言辞 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的声音传遍全地 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神在他们中间 为太阳安设帐幕 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 又向勇士欢欢喜喜地跑路 他从天的这边出来 绕行到天的那边 没有什么可以隐藏 得不到他的温暖 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 能使人心苏醒 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 能使人心快乐 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 能使人的眼睛明亮 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 能坚立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 完全公义 都比金子宝贵 比大量的金金更宝贵 比蜜甘甜 比风房低下来的蜜更甘甜 并且你的仆人也借着这些得到警戒 棘手这些就得着大赏赐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误呢 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失 求你拦阻你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许他们挟制我 我才可以完全不犯大过 耶和华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都在你面前蒙悦纳 诗篇第二十篇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 愿雅各的神的名保护你 愿他从圣所帮助你 从习安扶持你 愿他纪念你的一切素季 悦纳你的凡季 愿他照着你的心愿赏赐你 实现你的一切计划 我们要因你的胜利欢呼 因我们神的名高举旗帜 愿耶和华实现你所求的一切 现在我却知 耶和华拯救自己的受高者 他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 用自己右手的能力拯救他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我们却靠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 他们都屈身跌倒 我们却起来挺身而立 耶和华 求你拯救君王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你应允我们 诗篇第二十一篇 耶和华 王因你的力量快乐 因你的救恩大大欢呼 他心里所愿的 你赐给了他 他嘴唇所求的 你没有拒绝 你以美福迎接他 把金金的冠冕 带在他头上 他向你求受 你就赐给他 就是长久的日子 直到永远 他以你的救恩大有荣耀 你又把尊荣和威严 加给他 你把永远的福分赐给他 又使他因与你同在的喜乐 欢欣 王倚靠耶和华 靠着至高者的慈爱 他必不致动摇 你的手要搜出你所有的仇敌 你的右手 必搜出那些恨你的人 你出现的时候 就要使他们像炙热的火炉 耶和华 必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 火必烧灭他们 你必从地上除灭他们的子孙 从人间除灭他们的后裔 虽然他们定下恶计害你 他们所设的阴谋 却不能成功 你的剑扣上弦 对准他们的脸的时候 他们必转身而逃 耶和华 愿你因自己的能力被尊崇 好让我们歌唱 颂赞你的大能 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呻吟的话呢 我的神啊 我日间呼求 你不应允 在晚上 我还是不停止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列祖 倚靠你 他们倚靠你 你就救他们 他们向你哀求 就得拯救 他们倚靠你 就不失望 但我是虫 不是人 是世上所羞辱的 也是众人所藐视的 看见我的 都嘲笑我 他们撇着嘴 摇着头说 他既然把自己交托 耶和华 就让耶和华搭救他吧 耶和华既然喜悦他 就让耶和华拯救他吧 然而 是你使我从母腹中出来的 我在母亲的怀里 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 就被交托给你 我一出母腹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灾难临近了 却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着我 跋山强壮的公牛困住了我 他们像我大大的张嘴 像抓丝吼叫的狮子 我好像水被倾倒出去 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 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 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 我的舌头紧黏着上额 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 他们却瞪着眼看我 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 又为我的内衣抽签 至于你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力量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搭救我的性命脱离刀剑 搭救我的生命脱离恶狗的爪 求你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拯救我脱离野牛的脚 你已经应允了我 我要向我的兄弟宣扬你的名 我要在聚会中赞美你 敬畏耶和华的人啊 你们要赞美他 雅各所有的后裔啊 你们都要尊敬他 以色列所有的后裔啊 你们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不轻看 不厌恶受苦的人的痛苦 也没有掩面不顾他 受苦的人呼求的时候 他就垂听 在大会中 我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 我要还我的愿 受苦的人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集都要契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 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 因为国度是属于耶和华的 他是掌管万国的 地上所有富足的人都必吃喝敬拜 所有下到尘土中 不再存活的人 都在他面前屈身下拜 必有后裔服侍他 必有人把主的事 向后代述说 他们要把他的公义 传给以后出生的民 说明这是他所做的 诗篇第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我必不会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到安静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了自己的名 他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死印的山谷 也不怕遭受伤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沿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杯满意 我一生的日子 必有恩惠慈爱 紧随着我 我也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诗篇第24篇 地和地上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世上的 都是属于耶和华的 因为他把地奠定在海上 使世界安定在重水之上 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中呢 就是守洁心轻的人 他不倾向虚妄 启示不怀诡诈 他必领受 从耶和华来的福分 也必蒙拯救他的神 称他为义 这就是求问 耶和华的那一类人 就是寻求 你面的雅各 众城门啊 抬起你们的头来 古老的门户啊 你们要被举起 好让荣耀的王进来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就是强而有力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 大有能力的耶和华 众城门啊 抬起你们的头来 古老的门户啊 你们要被举起 好让荣耀的王进来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万君之耶和华 他就是那荣耀的王 诗篇第二十五篇 耶和华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倚靠你 求你不要使我羞愧 也不要使我的仇敌胜过我 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但那些无故 以诡诈待人的 必要羞愧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示我 求你把你的路径教导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拯救我的神 我整天等候的就是你 耶和华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 因为它们自古以来就存在 求你不要纪念我 幼年的罪恶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 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着你的慈爱纪念我 耶和华是良善和正直的 因此 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 他必引导谦卑的人行正义 把他的道路交导谦卑的人 遵守耶和华的约 合法度的人 耶和华都以慈爱和信实待他们 耶和华 以你名的缘故 求你赦免我的罪孽 因为我的罪孽重大 谁是那敬畏耶和华的人 耶和华必指示他应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享福乐 他的后裔要承受地土 耶和华把心意向敬畏他的人显示 又使他们认识他的约 我的眼睛时常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必使我的脚脱离网罗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因为我孤独困苦 我心中的愁苦增多 求你使我从痛苦中得释放 求你看看我的困苦和艰难 赦免我的一切罪恶 求你看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数众多 他们深深痛恨我 求你护卫我的性命搭救我 不要叫我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愿纯权和正直保护我 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 求你救赎以色列 救他脱离一切困苦 诗篇第二十六篇 耶和华 求你为我深渊 因为我向来行事正直 我倚靠耶和华并不动摇 耶和华 求你试验我 鉴查我 熬练我的肺腑心肠 因为你的慈爱 常在我的眼前 我行事为人 都按着你的真理 我绝不与奸诈的人同坐 也不和虚伪的人来往 我恨恶恶人的聚会 也不与作恶的同坐 耶和华 我要洗手表明无辜 才来绕着你的祭坛行走 好使我发出称谢的声音 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耶和华 我喜爱你住宿的店 你荣耀居住的地方 求你不要把我的性命 和罪人一同除掉 也不要把我的生命 和流人血的人一起消灭 他们的手中有恶技 他们的右手充满贿赂 至于我 我要按正直行事为人 求你救赎我 恩待我 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 我要在众会中 称颂耶和华 诗篇第27篇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救恩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避难所 我还拒谁呢 那些作恶的 就是我的敌人 我的仇敌 他们逼近我 要吃我肉的时候 就半叠扑倒 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 我仍旧安稳 有一件事 我求过耶和华 我还要寻求 我要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里 瞻仰他的容眉 在他的殿中求问 因为在我遭难的日子 他必把我藏在他的帐篷里 把我隐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又把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可以抬起头来 高过我四周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 献上欢呼的祭 我要歌唱 送赞 耶和华 耶和华 我发声呼求的时候 求你垂听 求你恩待我 应允我 你说 你们要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对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不要发怒赶住你的仆人 你一向是帮助我的 拯救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撇下我 也不要离弃我 虽然我的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却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指示我你的道路 为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照着我敌人的心愿 把我交给他们 因为有做假见证的人 起来攻击我 并且口出凶暴的话 我还是相信 在活人之地 我可以看见耶和华的恩惠 你要等候耶和华 要刚强 要坚定你的心 要等候耶和华 诗篇第28篇 耶和华 我向你呼求 我的磐石啊 不要不听我 如果你坚默不理我 我就跟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我向你呼求 向你的至圣所举手祷告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求你不要把我和坏人 跟作恶的人一同除掉 他们与邻居说平安的话 心里却纯着坚恶 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 照着他们所行的恶 报应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 所做的 报应他们 把他们应得的报应 加给他们 他们既然 不关心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手所做的 耶和华就必拆毁他们 不建立他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的心倚靠他 我就得到帮助 所以 我的心欢乐 我要用诗歌送赞他 耶和华是他子民的力量 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 求你拯救你的子民 赐福给你的产业 牧养他们 怀抱他们 直到永远 诗篇第29篇 神的众子啊 要归给耶和华 你们要把荣耀和能力 归给耶和华 要把耶和华的名的荣耀 归给他 要以圣洁的庄树 敬拜耶和华 耶和华的声音 在种水之上 荣耀的神打雷 耶和华 打雷在大水之上 耶和华的声音 大有能力 耶和华的声音 充满威严 耶和华的声音 震断了香薄树 耶和华 震断了 篱巴嫩的香薄树 它是篱巴嫩山 跳跃向牛犊 是西连山 跳跃向野牛犊 耶和华的声音 带着火焰劈下 耶和华的声音 震撼旷野 耶和华震撼迦迪斯的旷野 耶和华的声音 惊动母鹿生产 使林中的树木 光秃凋零 凡事在他殿中的都说 荣耀啊 耶和华坐在洪水之上 耶和华坐着为王 直到永远 愿耶和华赐力量 给他的子民 愿耶和华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子民 诗篇第三十篇 耶和华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救把我 不容我的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向你呼求 你也医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纯活 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圣民 因为他的怒气 只是短暂的 他的恩惠 却是一生一世的 夜间虽然不断有哭泣 早晨却必欢呼 至于我 我在安稳的时候曾说 我必永不动摇 耶和华 你的恩宠 使我建立如同大山 你一眼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向你呼求 我曾向我主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深坑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还能称赞你 还能传扬你的信实吗 耶和华 求你垂听 恩待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你已经把我的悲哀 变为武道 把我的麻衣脱去 又给我穿上欢乐 好让我的灵歌颂你 永不停止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永远称赞你 诗篇第31篇 耶和华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 求你留心听我 赶快拯救我 求你做我坚固的磐石 做拯救我的尖累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尖累 为你明的缘故 求你带领我 引导我 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 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信实的神啊 你救赎了我 我恨恶那些信奉虚无偶像的人 至于我 我却倚靠耶和华 我要因你的慈爱欢喜快乐 因为你看见了我的困苦 知道我心中的痛苦 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 你使我的脚站稳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在患难之中 我的眼睛因愁烦昏花 我的身 我的心 也都衰残 我的生命因愁苦耗尽 我的岁月在叹息中消失 我的力量因罪孽衰退 我的骨头也枯干 我因众仇敌的缘故 成了众人羞辱的对象 在我的邻居面前 更是这样 认识我的人都惧怕我 在街上看见我的 都避开我 我被人完全忘记 如同死了的人 我好像破碎的器皿 我听见许多人的毁谤 四周都有惊吓 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 图谋要取我的性命 但是 耶和华 我还是依靠你 我说 你是我的神 我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 求你救我脱离我仇敌的手 和那些迫害我的人 求你用你的脸光照你的仆人 以你的慈爱拯救我 耶和华 求你不要使我羞愧 因为我向你呼求 求你使恶人羞愧 使他们在阴间静疾无声 那些逞骄傲 态度轻慢 说话狂傲攻击义人的 愿他们说谎的嘴唇 哑而无声 耶和华 你为敬畏你的人 所珍藏的好处 为投靠你的人 在世人面前 所施行的恩惠 是多么丰盛 你把他们 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 免得他们 陷在世人的阴谋里 又把他们 保护在帐篷内 以免落在 口舌的征镜中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我在被围困的城里 他就向我显出 他奇妙的慈爱 至于我 我曾在惊恐中说 我从你眼前被隔绝 可是我向你呼求的时候 你还是垂听了 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的众圣民啊 你们都要爱耶和华 耶和华保护诚实的人 却严厉地报应行事 骄傲的人 所有仰望 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刚强 兼顾你们的心 诗篇第32篇 过犯得蒙赦免 罪恶得到遮盖的人 是有福的 心里没有诡诈 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就整天哀哼 以致骨头衰残 因为你的手 昼夜 重压在我身上 我的精力耗尽 好像圣鼠的干旱 我向你承认我的罪 没有隐藏我的罪孽 我说 我要向耶和华 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孽 因此 凡是敬前的人 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 向你祷告 大水泛滥的时候 必不能达到他那里 你是我藏身之处 你必保护我脱离患难 以得救的欢呼 四面环绕我 我要教导你 只是你应走的路 我要劝诫你 我的眼睛看顾你 你不可像无知的罗马 如果不用绝环 配头勒住他们 他们就不肯走近 恶人必受许多痛苦 但倚靠耶和华的 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 义人啊 你们要靠着耶和华 欢喜快乐 所有心里正直的人啊 你们都要欢呼 诗篇第三十三篇 义人啊 你们要靠着耶和华欢呼 正直人赞美主是何疑的 你们要弹琴称谢耶和华 永实贤色歌颂他 你们要向他唱新歌 在欢呼声中巧妙地弹奏 因为耶和华的话是正直的 他的一切作为都是诚实的 耶和华喜爱公义和公正 全地充满耶和华的慈爱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画而造 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他把海水聚集成泪 把深海安放在库房中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耶和华破坏列国的谋略 使万民的计划挫败 耶和华的谋略永远立定 他心中的计划万代长存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耶和华拣选做自己产业的 那民是有福的 耶和华从天上观看 他看见全人类 从自己的住处 他查看地上所有的居民 他是那创造众人的心 了解他们一切作为的 君王不是因兵多得胜 勇士不是因力大得救 想靠马得胜是枉然的 马虽然力大 也不能救人 耶和华的眼睛 看顾敬畏他的人 和那些仰望他慈爱的人 要搭救他们的性命脱离死亡 使他们在饥荒中可以存活 我们的心等候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盾牌 我们的心因他欢乐 因为我们倚靠他的圣名 耶和华 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 向我们施慈爱 诗篇第三十四篇 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 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 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 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为大 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 我曾求问耶和华 他应允了我 救我脱离一切恐惧 人仰望他就有光彩 他们的脸必不蒙羞 我这困苦人呼求 耶和华就垂听 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周围扎营 搭救他们 你们要亲自体验 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 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 一无所缺 少壮狮子 有时还缺食挨饿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孩子们 你们要来听我 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 谁喜爱生命 爱慕长寿 享受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也要离恶行善 寻找并追求和睦 耶和华的眼睛看顾义人 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的脸敌对作恶的人 要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掉 义人哀求 耶和华就垂听 搭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亲近心中破碎的人 拯救灵里痛悔的人 义人虽有许多苦难 但耶和华搭救他脱离这一切 耶和华保全他一身的骨头 连一根也不容折断 恶人必被恶害死 憎恨义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性命 凡事投靠他的 必不被定罪 诗篇第35篇 耶和华 与我相争的 求你与他们相争 与我作战的 求你与他们作战 求你紧握大小的盾牌 起来帮助我 拔出锚枪战斧 迎击那些追赶我的 求你对我说 我是你的拯救 愿那些寻所我命的蒙羞受入 愿设计陷害我的 退后羞愧 愿他们向风前的康辟 有耶和华的使者驱逐他们 愿他们的路又暗又滑 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 因为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罗 无故挖坑 要陷害我的性命 愿毁灭在不知不觉间 临到他身上 愿他暗设的网罗 缠住自己 愿他落在其中遭毁灭 我的心 必因耶和华快乐 因他的救恩高兴 我全身的骨头都要说 耶和华 有谁像你呢 你搭救困苦的人 脱离那些比他强盛的 搭救困苦和穷乏的人 脱离那些抢夺他的 强暴的见证人起来 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 他们对我以恶报善 使我孤苦无依 至于我 他们有病的时候 我就穿上麻衣 进食刻苦己心 我心里也不住地祷告 我往来奔走 看他们像自己的朋友兄弟 我哀痛屈身 如同哀悼母亲 但我跌倒的时候 他们竟聚集一起欢庆 我素不相识地聚集一起攻击我 他们不住地欺凌我 他们以最粗鄙的话 讥笑我 向我咬牙切齿 主啊 你还要看多久 求你救我的性命 脱离他们的残害 救我的生命 脱离少壮狮子 我要在大会中称谢你 我要在众民中赞美你 求你不容那些 无理于我为敌的 向我夸耀 不让那些 无故恨我的 向我急眼 因为他们不说和睦的话 却计划诡诈了事 陷害世上的安静人 他们张大嘴巴攻击我 说 啊哈 啊哈 我们亲眼看见了 耶和华 你已经看见了 求你不要坚默 主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 我的主啊 求你激动 行起 为我深渊辩护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求你按着你的公义 判断我 不容他们向我夸耀 不要让他们心里说 啊哈 这正是我们的心愿 不要让他们说 我们把它吞下去了 愿那些 喜欢我遭难的 一同蒙羞爆愧 愿那些 对我望自尊大的 都披上 惭愧和耻辱 愿那些 喜悦我 冤屈昭雪的 都欢呼快乐 愿他们不住地说 要尊耶和华为大 他喜悦他的仆人平安 我的舌头 要述说你的公义 终日赞美你 诗篇第36篇 恶人的罪过 在他心中深处说话 他眼中也不怕神 罪过魅惑他 因此在他眼中看来 自己的罪孽 不会揭发 也不会被恨恶 他口中的话语 都是罪恶和诡诈 他不再是明慧的 也不再行善 他在床上密谋作恶 定义行在不善的道路上 并不弃绝恶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级诸天 你的信实高达云霄 你的公义好像大山 你的公正如同深渊 耶和华 人和牲畜 你都庇佑 神啊 你的慈爱多么宝贵 世人都投靠在你的翅膀印下 他们必保偿你殿里的圣言 你必使他们喝你乐和的水 因为生命的泉源在你那里 在你的光中 我们才能看见光 求你尝试慈爱给认识你的人 尝试公义给心里正直的人 求你不容骄傲人的脚践踏我 不让恶人的手使我流离飘荡 作恶的人必跌倒 他们被推倒 不能再起来 诗篇第37篇 不要因作恶的人心怀不平 不要因犯罪的人产生嫉妒 因为他们好像草快要枯干 像即将雕尾的青草 你要依靠耶和华并要行善 你要住在地上 以信实为粮食 你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把你心里所求地赐给你 你要把你的道路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必使你的公义好像光发出 使你的公正如日中天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 耐心地等候他 不要因那凡事顺利的 和那恶谋得逞的心怀不平 你要抑制怒气 消除烈怒 不要心怀不平 那只会导致你作恶 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 但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 再过不久 恶人就不存在了 你到他的地方寻找 也找不到 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可以享受丰盛的平安 恶人谋害义人 向他咬牙切齿 但主必笑他 因为知道他遭暴的日子快要来到 恶人已经拔出刀来 拉开了弓 要打倒困苦和贫穷的人 杀害行为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必被折断 一个义人拥有的虽少 胜过许多恶人的财富 因为恶人的绑币必被折断 耶和华却扶持一人 耶和华眷顾完全人在世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必纯到永远 在患难的时候 他们必不蒙羞 在饥荒的日子 他们必得饱足 恶人却必灭亡 耶和华的仇敌 好像草场的华美 他们必要消失 像烟一般消失 恶人借贷总不偿还 义人却慷慨施舍 蒙耶和华自服地 必承受地土 受他咒诅地 必被剪除 人的脚步是耶和华立定的 他的道路也是耶和华喜悦的 他虽然跌交 却不致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扶持他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从未见过义人被弃 也从未见过他的后裔讨犯 他常常慷慨借给人 他的后裔必定蒙福 应当离恶行善 你就可以永远安居 因为耶和华喜爱公正 也不撇弃他的圣民 他们必永远蒙庇佑 恶人的后裔 却必被剪除 义人必承受地土 永远居住在自己的地上 义人的口说出智慧 他的舌头讲论正义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步必不滑跌 恶人窥似义人 想要杀死他 耶和华必不把他撇弃在恶人的手中 在审判的时候 也不定他的罪 你要等候耶和华 谨守他的道 他必高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 恶人被剪除的时候 你必看见 我曾看见强暴的恶人兴旺 像树木在本土茂盛 但他很快就消逝 不再存在了 我寻找他 却找不到 你要细查完全人 观看正直人 因为爱和平的必有后代 犯罪的人必一同灭绝 恶人的后代必被剪除 义人的拯救是由耶和华而来 在患难的时候 他做他们的避难所 耶和华帮助他们 搭救他们 他搭救他们脱离恶人 拯救他们 因为他们投靠他 诗篇第38篇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愤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管教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愤怒 我体无完肤 因我的罪恶 我的骨头都不安妥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使我担当不起 因为我的愚昧 我的伤口发臭流浓 我屈身弯腰 弯到极低 整天哀痛 到处行走 我的两腰灼痛 我体无完肤 我已经疲乏无力 被压得粉碎了 我因心里痛苦而哀哼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不向你隐瞒我的叹息 我的心剧烈跳动 我的力量衰退 连我眼中的光彩也消失了 我的良朋密友 因我的灾祸都站到一旁去 我的亲人也都站得远远的 那些寻所我命的 设下网罗 那些想要害我的 口说威吓的话 他们整天思想轨迹 至于我 像个聋子 不能听见 像个哑巴 不能开口 我竟变成了一个像是不能听见的人 变成了一个口中不能反驳的人 耶和华 我等候你 主 我的神啊 你必应允我 因为我曾说 你要让他们向我夸耀 我的脚滑跌的时候 不要让他们向我夸口 我随时会跌倒 我的痛苦常在我面前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忧伤 但我强悍的仇敌众多 无理憎恨我的不断增加 那些以恶报善的都与我作对 因为我追求良善 耶和华 求你不要离弃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拯救我的主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诗篇第39篇 我曾说 我要谨慎我的行为 不让我的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总要用赵子约束我的罪 我静默不出声 甚至连好话也不说 我的痛苦就更加剧烈 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 我默想的时候心里火烧 我就用舌头说话 耶和华 求你使我知道我的结局 我的寿数有多少 使我知道我的生命多么短促 你使我的日子窄如手掌 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 个人站得最稳的时候 也只不过是一口气 世人来来往往只是幻影 他们忙乱也是虚空 积聚财物 却不知道谁要来收取 主啊 现在我还等候什么呢 我的指望在乎你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一切过犯 不要使我遭受鱼丸人的羞辱 因为是你做了这事 我就静默不开口 求你除掉你降在我身上的灾祸 因你守的责打 我就消灭 你因人的罪孽 借着责罚管教他们 叫他们所宝贵的消失 向被虫注食 世人都不过是一口气 耶和华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呼求 我流泪 求你不要坚默 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履 是寄居的 像我所有的祖先一样 求你不要怒视我 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 可以喜乐 诗篇第四诗篇 我曾窃窃等候耶和华 他转向我 听了我的呼求 他把我从荒芜的坑里 从泥沼中拉上来 他使我的脚站在磐石上 又使我的脚步稳定 他使我口唱新歌 赞美我们的神 许多人看见了 就必惧怕 并且要倚靠耶和华 那倚靠耶和华 不转向高傲 和偏向虚晃的人的 这人是有福的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所行的骑士 并你向我们 所还的意念很多 没有人可以和你相比 如果我要述说成名 也多到不能生署 祭品和礼物 不是你喜悦的 你开通了我的耳朵 烦记和赎罪记 不是你要求的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经卷上已经记载我的事 我的神啊 我乐意遵行你的旨意 你的律法 藏在我的心里 我要在大会中 传扬公义的福音 我必不禁止我的嘴唇 耶和华 这是你知道的 我没有把你的公义 隐藏在心里 我已经述说了 你的信实和救恩 在大会中 我没有隐瞒你的 慈爱和诚实 耶和华 求你的怜悯 不要向我止息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 常常保护我 因有无数的祸患 围绕着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看见 他们比我的头发还多 以致我心惊胆战 耶和华 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 求你快来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的 要毁灭我命的 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都因羞愧而惊慌 愿所有寻求你的 都因你欢喜快乐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要尊耶和华为大 至于我 我是困苦贫穷的 主人顾念我 你是我的帮助 我的拯救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 诗篇第41篇 关怀穷乏人的有福了 在遭难的日子 耶和华必救他 耶和华要保护他 使他生存 他在地上要称为有福的 求你不要照着他敌人的心愿 把他交给他们 他患病在床 耶和华必扶持他 在病态中 你使他恢复健康 至于我 我曾说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得罪了你 我的仇敌 用恶毒的话 重伤我说 他什么时候死呢 他的名字 什么时候消灭呢 即使他来看我 说的也是假话 他把奸诈 击唇在心里 走到外面 才说出来 所有憎恨我的人 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 他们设恶纪要害我 说 有恶纪临到他身上 他既然躺下了 就必一病不起 连我信任的密友 就是那吃我饭的 也用脚踢我 至于你 耶和华 求你恩待我 使我康复起来 好报复他们 因此 我就知道你喜爱我 因为我的仇敌 不能向我欢呼夸胜 至于我 你因为我正直 就扶持我 你使我永远 站在你面前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永远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诗篇第四十二篇 神啊 我的心渴慕你 好像路渴慕西水 我的心渴想神 就是永活的神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 人整天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 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 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 在欢呼和称谢声中 大家守节 每逢想起这些事 我的心就感到难过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 因此我从约旦地 从黑门岭 从弥撒山 纪念你 你的瀑布一发生 深渊就和深渊响应 你的红涛和波浪 都掩盖了我 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 夜间我要向他歌颂 向自我生命的神祷告 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 你为什么忘记我呢 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 徘徊悲哀呢 我的敌人整天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这样辱骂我的时候 就像在击碎我的骨头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诗篇第四十三篇 神啊 求你为我申冤 为我的案件 向不敬前的国申辩 求你救我脱离 诡诡和不义的人 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 你为什么弃绝我呢 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 徘徊悲哀呢 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 好引导我 带我到你的圣山 到你的居所 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前 到神我极大的喜乐那里 神啊 我的神啊 我要弹琴称赞祢 我的心啊 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 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 我的神 诗篇第四十四篇 神啊 你在古时 在我们列祖的日子 所做的事 我们亲耳听见了 我们的列祖 也给我们述说过 你曾亲手把列国赶出去 却栽培了我们的列祖 你曾苦待众民 却使我们的列祖昌盛 因为他们取得那地 不是靠自己的刀剑 他们得胜 也不是靠自己的绑臂 而是靠你的右手 你的绑臂和你脸上的光 因为你喜悦他们 神啊 你是我的王 求你出令 使雅各得胜 我们靠着你 必打倒我们的敌人 靠着你的名 必践踏那些 起来攻击我们的 因为 我不是依靠我的功 我的刀剑 也不能使我得胜 但你使我们 胜过了我们的敌人 使憎恨我们的人 都羞愧 我们整天 因神夸耀 我们要永远称赞你的名 现在 你却弃绝我们 使我们受入 不再和我们的军队一同出征 你使我们在敌人面前转身后退 憎恨我们的人 都任意抢掠 你使我们像给人窄吃的羊 把我们分散在列国中 你把你的子民廉价出售 他们的售价并没有使你得到利益 你使我们成为邻居的羞辱 成为我们四周的人 讥笑和讽刺的对象 你使我们在列国中成为化病 在万民中使人摇头 我的羞辱整天在我面前 我脸上的羞愧把我遮盖了 都因那辱骂和毁谤的人的声音 并因仇敌和报仇者的缘故 这一切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却没有忘记你 也没有违背你的约 我们的心没有退后 我们的脚步也没有偏离你的路 但你竟在野狗之地 把我们压伤了 又以死亡的阴影笼罩我们 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神的名 或是向别神伸手祷告 神不会查救这事吗 因为他知道人心的隐秘 为你的缘故 我们终日被置于死地 人看我们如同江载的羊 主啊 求你醒来 为什么还睡着呢 求你起来 不要永远弃绝我们 你为什么掩面 忘记了我们的苦难和压迫呢 我们俯伏在尘土之上 我们的身体紧贴地面 求你起来帮助我们 为了你慈爱的缘故 救赎我们 诗篇第四十五篇 我心里涌出优美的言辞 我要为王朗诵我的作品 我的舌头像经验丰富的作家的笔 你笔诗人都美好 你的嘴唇吐出恩言 因此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 大能者啊 愿你腰间配上刀 彰显你的尊荣和威严 在你的威严中 为了真理 谦卑和公义的缘故 你胜利地乘车前进 愿你的右手实行可谓的事 你的剑锐力 射中了王的仇敌的心 万民都扑倒在你脚下 神啊 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 你国的权杖是公平的权杖 你喜爱公义 恨物邪恶 所以神 就是你的神 用喜乐的油高磨你 胜过高磨你的同伴 你的衣服都有墨药 橙香和肉桂的香气 从象牙宫里有丝闲的月声 使你欢喜 你的贵妃中有众君王的女儿 王后佩戴着俄斐的金氏 站在你的右边 王所爱的女子啊 你要听 要看 要留心地听 你要忘记你的本族和你的富家 王就爱慕你的美丽 因为他是你的主 你要向他俯福 推罗的居民 必带着礼物而来 民间富有的人 要向你求恩 王所爱的女子在宫里极其荣华 他的衣服全是用金线绣成的 他身穿刺绣的衣服 被引到王的面前 他后面伴随的同女 也都被带到你的面前 他们欢喜快乐 被引到王那里 他们要进入王宫 你的子孙 必接续你的列祖 你要立他们做全地的王 我必使你的名 被万代纪念 因此 万民都必称赞你 直到永永远远 诗篇第四十六篇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 因此 地虽然震动 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 我们也不害怕 虽然海浪翻腾澎湃 虽然山月因波涛汹涌摇动 我们也不害怕 有一条河 它众多的支流 使神的城充满快乐 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 神在城中 城必不动摇 天一亮 神必帮助他 列邦喧嚷 万国动摇 神一发生 地就融化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 你们都来 看耶和华的作为 看他怎样使地荒凉 他使战争止息 直到地极 他把弓折毁 把毛砍断 把战车用火焚烧 你们要助手 要知道我是神 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 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神是我们的保障 诗篇第四十七篇 万民啊 你们都要鼓掌 要向神欢声呼喊 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敬畏的 他是统治全地的大君王 他要使万民臣服在我们之下 使列国臣服在我们的脚下 他为我们选择了我们的产业 就是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 神在欢呼声中上升 耶和华在号角声中上升 你们要歌颂 歌颂神 你们要歌颂 歌颂我们的王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诗歌歌颂他 神做王统治列国 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 万民中的险贵都聚集起来 要做亚伯拉罕的神的子民 因为地上的君王都归顺神 他被尊为至高 诗篇第四十八篇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 耶和华是质大的 应该大受赞美 在北面的西安山 大君王的城 美丽高耸 是全地所喜欢的 神在城的堡垒中 显明自己是避难所 看哪 猎王会合 一同前进 他们一见这城 就惊慌 慌忙逃跑 他们在那里 站立恐惧 他们痛苦 好像富人分娩时一样 你用东风摧毁他师的船队 在万君之耶和华的城中 就是在我们神的城中 我们所看见的 正如我们所听见的 神必建立这城 直到永远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 想念你的慈爱 神啊 你受的赞美 就像你的名一样 达到地极 你的右手满了公益 因你的审判 西安山应当欢喜 犹大的居民 应当快乐 你们要在西安四处寻行 绕城一周 数点城楼 细查他的外墙 寻视他的堡垒 使你们可以述说给后代的人听 因为这位神就是我们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他必引导我们 直到我们死的时候 诗篇第四十九篇 万民啊 你们要听这话 世上的居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 不论地位高低 或贫 或富 都要一同留心听 我的口要说出智慧的话 我的心要默想明智的事 我要留心聆听真言 我要弹琴解开谜语 在患难的日子 暗中迫害我的恶人 围绕我的时候 我何须惧怕呢 他们依靠财富 自夸多财 但他们没有一个能把他的兄弟赎回 或把他的暑假交给神 因为他生命的暑假非常昂贵 只好永远放弃 使他永远活着 不见朽坏 他看见智慧人死去 愚昧人和愚丸人一同灭亡 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别人 他们心里想 他们的家必有存 他们的住处必留到万代 他们以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地方 但是 人不能常想富贵 他们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 这就是愚昧人的道路 但在他们以后的人 还欣赏他们的话 他们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人 到了早晨 正职人要管辖他们 他们的形体必被阴间消灭 他们再没有住处 但神必救赎我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全世 因为 祂必把我接去 别人发财 家世增荣的时候 你不要惧怕 因为他死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走 他的荣华也不能随他下去 他在世的时候 虽然自称是有福的 并且说 只要你风足 人就称赞你 他还要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去 永不再见光明 人想富贵而不聪明 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 十篇第五十篇 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说话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呼唤大地 神从全美的喜安 已经彰显荣光 我们的神来临 绝不坚默无声 在他面前有火燃烧 在他四周有暴风刮起 他向天上 向地下呼唤 为要审判自己的子民 说 你们把我的圣民聚集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宣扬他的公义 因为神自己就是审判者 我的子民啊 你们要听 我要说话 以色列啊 我要控诉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烦祭常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里娶公牛 也不从你羊圈中娶公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柏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雀鸟我都认识 田野的走兽也都属我 如果我饿了 我也不用对你说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 难道我要吃公牛的肉吗 要喝公山羊的血吗 你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在患难的日子 你呼求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必尊敬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么敢述说我的律例 你的口怎么敢提到我的约呢 至于你 你憎恨管教 并且把我的话丢在背后 你看见盗贼的时候 就乐于和他在一起 你又与形影的人有份 你使你的口乱说坏话 使你的舌头编造谎言 你经常毁谤你的兄弟 污蔑你母亲的儿子 你做了这些事 我默不作声 你以为我和你一样 其实 我要责备你 要当面指控你 忘记神的人 你们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没有人能大救 凡是以感谢为祭献上的 就是尊敬我 那预备道路的 我必使他得见神的救恩 诗篇第五十一篇 神啊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 照着你丰盛的怜悯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彻底洗尽我的罪孽 截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 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得罪了你 唯独得罪你 我行了你眼中 看为恶的事 因此 你宣判的时候 显为公义 你审判的时候 显为轻正 看啊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我母亲在罪中怀了我 看啊 你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 在我内心的隐秘处 你是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西草 结净我 我就干净 求你洗净我 我就比血更白 求你使我听见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欢呼 求你眼面不看我的罪恶 求你涂抹我的一切罪孽 神啊 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 求你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 不要把我从你面前丢弃 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重得你救恩的喜乐 重新有乐意的灵支持我 我就必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回转归向你 神啊 你是拯救我的神 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必颂养你的公义 主啊 求你开我的嘴 使我的口宣扬赞美你的话 因为你不喜爱祭物 我就是献上凡祭 你也不喜悦 神所要的祭 就是破碎的灵 神啊 破碎痛悔的心 你必不轻看 求你按着你的美意善待喜安 求你修筑耶路撒冷的城墙 那时 你必悦纳公义的祭 全生的凡祭 那时 人必把公牛陷在你的祭坛上 诗篇第五十二篇 勇士啊 你为什么以作恶自夸呢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涂抹毁灭 你的舌头锋利像剃刀 常弄诡诈 你喜爱作恶过于行善 喜爱撒谎过于说实话 你喜爱你诡诈的舌头 所说一切毁灭人的话 神必把你永远拆毁 他必把你挪去 把你从帐篷中揪出来 把你从活人之地连根拔起 义人必看见而惧怕 他们必讥笑他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自己保障的人 他只倚靠自己丰盛的财富 以毁灭别人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至于我 我就像神殿中茂盛的橄榄树一样 我倚靠神的慈爱 直到永永远远 我要永远称谢你 因为你行了这事 我必在你圣明的面前 宣扬你的名 因你的名是美好的 诗篇第五十三篇 鱼丸人心里说 没有神 他们都是败坏 行了可赠的不义 没有一个行善的 神从天上查看世人 要看看有明慧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个人都偏离了正道 一同变成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是无知的吗 他们吞吃我的子民 好像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神 他们在无可惊惧的时候 必大大震惊 因为神把那些 扎淫攻击你的人的骨头 积散了 他们蒙羞受入 因为神弃绝了他们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从西安而出 神给他子民 带来复兴的时候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诗篇第五十四篇 神啊 求你以你的名拯救我 求你以你的大能 为我伸冤 神啊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 因为傲慢的人 起来攻击我 强横的人 寻锁我的性命 他们不把神放在眼里 看哪 神是我的帮助 主是扶持我性命的 愿灾祸 报应在我仇敌的身上 愿你以你的信实 消灭他们 我要甘心 请愿献祭给你 耶和华 我必称赞你的名 因你的名是美好的 他救我脱离了一切患难 我亲眼看见了 我的仇敌灭亡 诗篇第五十五篇 神啊 求你倾听我的祷告 不要隐藏起来 不听我的恳求 求你留心听我 应允我 我在苦恼中 必不安宁 哀哼难过 这都是由于 仇敌的声音 和恶人的欺压 因为他们 使祸患 临到我的身上 怒气冲冲地 迫害我 我的心 在我里面绞痛 死亡的恐怖 落在我身上 惧怕和战惊 临到我 惊恐笼罩着我 我说 但愿我有鸽子一般的翅膀 我就飞走 得以安居 看哪 我必逃往远处 在旷野里住宿 我要赶快 到我避难的地方去 逃避狂风暴雨 主啊 扰乱恶人的计谋 是他们的意见分歧 因为我在城中 看见了强暴和争敬的事 恶人日夜 在城墙上绕行 在城里尽是邪恶与祸害 城中也有毁灭人的事 欺压和诡诈 不离城里的街道 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 如果是仇敌 我还可以忍受 也不是恨我的人 向我狂妄自大 如果是恨我的人 我还可以躲避他 但你是和我同等地位的人 是我的良友 我的知己 我们常在一起密谈 我们在神的殿中 与群众同行 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身上 愿他们活活下到阴间去 因为在他们中间 就是在他们的住所里 尽是邪恶 至于我 我却要求告神 耶和华就必拯救我 无论在晚上 早晨或中午 我都哀肃哀哼 他必听我的声音 他救赎我的性命 脱离攻击我的人 使我得着平安 尽管攻击我的人 的确很多 神必听见 那从亘古做着为王的 必使他们受苦 因他们不肯改变 也不敬畏神 他违背了自己的约 伸手攻击那些 与他和好的人 他的口比奶油光滑 他的心却怀着 征战的意图 他的话比油还柔和 其实却是拔了出来的刀 你要把你的重担 卸给耶和华 他必扶持你 他永远不会让一人动摇 神啊 你必使恶人 堕入灭亡的深坑里 流人血和形诡诈的人 必活不到办事 至于我 我必倚靠你 诗篇第五十六篇 神啊 求你恩待我 因为人要践踏我 他们终日攻击我 迫害我 我的仇敌终日践踏我 攻击我的人很多 至高者啊 我惧怕的时候 就要倚靠你 靠着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倚靠神 就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终日歪曲我的话 常常设计谋陷害我 他们聚集在一起 埋伏着 窥探我的脚踪 等候要害我的性命 愿他们因罪孽的缘故 不能逃脱 神啊 愿你在怒中 使这些人败落 我多次流离 你都数算 你把我的眼泪 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 我呼求你的时候 我的仇敌 就都转身退后 因此我知道 神是帮助我的 靠着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靠着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倚靠神 就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神啊 我要偿还我向你所许的愿 我要把感谢祭献给你 因为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 你不是救了我的脚步跌倒 使我在生命的光中 行在神你的面前吗 诗篇第57篇 神啊 求你恩待我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 直到灾害过去 我要向至高的神呼求 就是向为我成就他旨意的神呼求 神从天上施恩拯救我 斥责那践踏我的人 神必向我发出他的慈爱和信实 我躺握在狮子中间 就是在那些想吞灭人的世人中间 他们的牙齿是枪和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 愿你被尊崇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便及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了网罗 使我低头屈服 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 自己反掉进坑中 神啊 我的心坚定 我的心坚定 我要歌唱 我要颂赞 我的灵啊 你要醒过来 琴和色啊 你们都要醒过来 我也要唤醒黎明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万族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伟大 高级诛天 你的现实上达云霄 神啊 愿你被尊崇过于诛天 愿你的荣耀便及全地 诗篇第五十八篇 掌权者啊 你们真的讲公义吗 你们真的按照正直审判世人吗 不是的 你们心中策划坚饿 你们的手在地上施行强暴 恶人一出母胎 就走上其路 他们一离母腹 就走偏了路 常说谎话 他们的毒气 好像蛇的毒气 又像耳朵塞住的龙毁 不听行法术者的声音 就是吉林的咒语 也是无效 神啊 求你敲掉他们口中的牙齿 耶和华 求你打断少壮狮子的恶骨 愿他们像流水般消逝 愿他们射箭的时候 箭头折断 愿他们像蝸牛般乳形消融 如同妇人流产未见天日的胎儿 你们用荆棘烧火 锅还未热 他要用旋风把烧着的和未烧着的一起刮去 一人看见仇敌遭报就欢喜 他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自己的脚 因此 人必说 一人果然有善报 在世上 却有一位施行审判的神 诗篇第五十九篇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求你把我安放在高处 脱离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人 求你救我脱离作孽的人 救我脱离流人血的人 看啊 他们埋伏要害我的性命 强盛的人聚集起来攻击我 耶和华 这不是因我的过犯 也不是因我的罪恶 我虽然没有过错 他们还是跑来 预备好攻击我 求你醒来 帮助我 检查我 万君的神耶和华 你是以色列的神 求你醒来 惩罚万国 求你不要恩待那些 被信弃义的恶人 他们每晚都回来 好像狗一样狂吠 环绕着城行走 看啊 他们口中吐出恶言 他们嘴里吐出利刀 他们心里说 有谁听见呢 但你耶和华 必讥笑他们 你必吃下万国 我的力量啊 我要仰望你 神啊 因为你是我的高台 我的神 必以慈爱迎接我 神必叫我 看见我的仇敌遭报 不要杀害他们 免得我的人民忘记了 主啊 你是我们的盾牌 求你用你的能力 使他们漂流五定 并且降为卑微 因他们口中的罪 因他们嘴里所说的话 愿他们在自己的骄傲中 被缠住 因他们所说的是 咒骂和欺骗的话 求你在怒中消灭他们 消灭他们 以至无一幸免 好使他们知道 神在雅各中间掌权 直到地极 他们每晚都回来 好像狗一样狂吠 环绕着城行走 他们四处漂流 寻找食物 如果得不到饱足 就不断咆哮 至于我 我要歌颂你的能力 每天早晨 我要向你的慈爱欢呼 因为你做了我的高台 在患难的日子 做了我的避难所 我的力量啊 我要向你歌唱 神啊 你是我的高台 是向我是慈爱的神 十篇第六十篇 神啊 你丢弃了我们 击碎了我们 你曾向我们发怒 现在 求你复兴我们 你使地震动 崩裂 求你修补裂缝 因为地正在摇动 你使你的子民 遇见艰苦 你使我们 喝那令人东倒西歪的酒 你为敬畏你的人 竖起旗帜 使他们可以逃到那里 躲避敌人的弓箭 求你用右手 拯救我们 应允我们 好使你所喜爱的人 得拯救 神在自己的圣所说 我必夸圣 我必分开事件 我必量度 输割骨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是我的 以法连是我的头盔 犹大是我的权杖 磨牙是我的洗脚盆 我要向以东抛鞋 我要因战胜 非力士欢呼 谁能带我进坚固城 谁能领我到以东地去呢 神啊 你不是把我们丢弃了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吗 求你帮助我们抵挡敌人 因为人的援助是没有用的 我们靠着神奋勇作战 因为他必践踏我们的敌人 诗篇第六十一篇 神啊 求你听我的呼求 留心听我的祷告 我内心沮丧的时候 我从地级向你呼求 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上面去 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做过我逃避仇敌的坚固堡垒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篷里 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神啊 你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把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愿你增添王的寿数 愿他的年日世事无穷 愿他在神面前永远做王 愿你指派慈爱和诚实保护他 这样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 并且天天还我向你所许的愿 诗篇第六十二篇 唯独等候神 我的心才有安息 我的拯救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保障 我必不置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个人 要把他杀害 如同拆毁倾斜的墙 将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他们彼此上亿 勿要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 他们喜爱谎话 他们口虽祝福 心却咒诅 唯独等候神 我的心才有安息 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的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保障 我必不置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于神 我坚固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于神 众民啊 你们要常常倚靠他 在他面前清新土役 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卑贱的人真是虚空 高贵的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上就必升起 他们加在一起 比空气还轻 不要倚靠借强暴得来的财物 也不要妄想倚靠 抢夺回来的钱财 如果财宝加增 你的心也不要倚靠他 神说了一次 我两次听过这事 能力都属于神 主啊 此爱也属于你 你必照个人所做的 报应个人 诗篇第六十三篇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寻求你 在干旱 疲乏 无水之地 我的心 我的身 都可想你 切慕你 因此 我在圣所中 瞻仰你 为要借你的能力和荣耀 因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 要颂赞你 我要一生 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 举手祷告 我的心满足 就像保享了骨髓肥油 我要用欢乐的嘴唇 赞美你 我在床上纪念你 我整夜默想你 因为你帮助了我 我要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 我心紧紧追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所我要杀我的人 必下到地的深处 他们必交在刀剑之下 成了野狗的食物 但王必因神欢喜 所有指着神启示的 都必可以夸耀 说谎的人的口 却必被塞住 诗篇第六十四篇 神啊 我哀诉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脱离仇敌的恐吓 求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恶人的阴谋 脱离作孽的人的扰乱 他们磨快自己的舌头 如同刀剑 他们吐出恶毒的言语 好像利剑 要在暗地里射杀完全的人 他们忽然射杀他 毫不惧怕 他们彼此鼓励 射下恶计 商议暗设网罗说 谁能看见他们呢 他们图谋兼恶说 我们设计了最精密的阴谋 人的意念和心思 实在深不可测 但神要用剑射他们 他们必忽然受伤 他们个人反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必然跌倒 所有看见他们的都必摇头 众人都要惧怕 要传扬神的作为 并且要思想他所做的事 愿义人因耶和华欢喜 并且投靠他 愿所有心理正直的人 都因他夸耀 诗篇第六十五篇 神啊 在西安城里 人们都在等候要送赞你 他们也要向你偿还所许的愿 听祷告的主啊 所有的人都要到你面前来 罪孽胜过了我 但我们的过犯 你都必赦免 你所拣选 使他亲近你 可以住在你院子中的人 是有福的 愿我们因你的居所 就是你圣殿的美福 心满意足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必充满威严 按公义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和海洋 远处的人所倚靠的 你以大能束腰 用自己的力量 兼力众山 你平息了海洋的洪涛 和澎湃的巨浪 以及万民的喧哗 因此 住在地级的人 都因你的神迹 起了敬畏的心 你使日出和日落之地的人 都欢呼歌唱 你眷顾大地 普降甘霖 使地甚为肥沃 神的河满了水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就这样预备了大地 你灌溉地的离沟 润平离己 又降雨露 使地松软 并且赐福给地上所生长的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游 滴在旷野的草场上 群山以欢乐树腰 牧场以羊群为一 山谷都盖满了五谷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诗篇第六十六篇 全地的居民啊 你们应当向神欢呼 你们要歌颂他名的荣耀 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他 要对神说 你的作为多么可畏 以你伟大的能力 你的仇敌 必向你假意归顺 全地的居民 都必敬拜你 向你歌颂 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 神的作为 他向世人所做的事 是可畏惧的 他把海变为干地 众人就步行过河 我们要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以自己的全能 永远同管万有 他的眼睛见察万国 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万民啊 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 宣扬赞美他的声音 他保全我们的性命 不使我们的脚动摇 神啊 你试炼了我们 熬炼了我们 如同熬炼银子一般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背上 你使人驾车 嘎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把我们领到丰盛之地 我要带着烦记进你的殿 我要向你还我的愿 就是在急难的时候 我嘴唇所许的 我口里所说的 我要把肥美的牲畜做反计 连同公绵羊的新香计献给你 我并且要把公牛和公山羊献上 所有敬畏神的人啊 你们都要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向他呼求 我曾用舌头送赞他 如果我心里偏向罪孽 主必不听 神却垂听了 他留心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拒绝我的祷告 也没有使他的慈爱离开我 诗篇第六十七篇 愿神恩贷我们 赐福给我们 愿他用脸光照我们 好使全地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众民都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愿万族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按正直同管众民 并引导地上的万族 神啊 愿众民都称谢你 愿万民都称谢你 地生出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给我们 神要赐福给我们 全地都要敬畏他 诗篇第六十八篇 愿神兴起 愿他的仇敌四散 愿恨恶他的人 从他面前逃跑 愿你把他们赶散 如同烟被风吹散一样 愿恶人在神面前灭亡 好像蜡在火前融化 但愿一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 愿他们高兴快乐 你们要向神歌唱 歌颂他的名 为那乘车经过旷野的预备道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你们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居所 做孤儿的父亲 做寡妇的深渊者 神使孤独的有家可居住 领被求得出来到丰盛之处 唯有悖逆地住在干旱之地 神啊 你领着你的子民出来 走过旷野的时候 地就震动 在你面前天也落下雨来 这西乃山在神面前 就是在以色列的神面前也要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使你贫瘠的产业得到滋润 你的子民住在其中 神啊 你满有恩慈 为贫苦的人预备了一切 主发出命令 传扬好信息的妇女就成了一大群 带领大军的君王都逃跑了 逃跑了 住在家中的妇女分得了战利品 你们躺卧在羊圈中 如同鸽子的翅膀镀上白银 羽毛镀上黄金 全能者赶散境内猎王的时候 就像撒门山上下大雪 八山山是神的山 八山山是多风多领的山 多风多领的山啊 你们为什么敌视神所喜悦居住的山呢 耶和华必住在那里直到永远 神的车马千千万万 主从西奈山来到他的圣所中 你升到高天的时候 掳了许多俘虏 你在人间 就是在悖逆的人当中 接受了礼物 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 主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 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的神 人能逃脱死亡 是在于主耶和华 神必打碎仇敌的头颅 就是打碎那些常行在罪中的人的脑袋 主说 我必使他们从八山回来 使他们从海的深处回来 好使你在他们的血中 洗自己的脚 使你的狗的舌头 也有份舔仇敌的血 神啊 人人都看见你的巡行队伍 看见我的神 我的君王的巡行队伍 进入圣所 歌唱的在前头行 坐月的走在后面 中间还有几股的少女 你们要在大会中称颂神 以色列的子孙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在那里有微小的宾亚敏领导他们 随后的有犹大的领袖成群结队 还有西布伦和拿弗塔利的领袖 神啊 召唤你的能力吧 神啊 建立你为我们做成的事吧 因为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众王都把礼物带来献给你 求你斥责颅尾中的野兽 成群的公牛和万民中的牛犊 并且把贪爱淫快的人 践踏在脚下 求你赶散那些喜爱战争的民族 有史节从埃及出来 古时人赶快向神呈献礼物 地上的万国啊 你们要歌颂神 你们要颂养主 歌颂那成价在自古就有的仲天之上的主 看啊 他发出了强而有力的声音 你们要承认能力是从神而来的 他的威荣是在以色列之上 他的能力显于穷仓 神啊 你在你的圣所中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把能力和全能赐给他的子民 神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第六十九篇 神啊 求你拯救我 因为大水淹没了我 我身陷在淤泥中 没有立足之地 我到了水深之处 波涛漫过我身 我因不住呼求而疲倦 我的喉咙发干 我因等候我的神 眼睛昏花 那些无故恨我的 比我的头发还多 无力与我为敌 要把我灭绝的 人数众多 我没有抢夺过的 竟要我偿还 神啊 我的愚昧你是知道的 我的罪欠不能向你隐瞒 主万君之耶和华 愿那些等候你的 不要因我蒙羞 以色列的神啊 愿那些寻求你的 不要因我受辱 然而 为了你的缘故 我忍受辱骂 满面羞愧 我的兄弟都疏远我 我同母的兄弟 把我当作万人 因我为你的殿 心中迫切如同火烧 若骂你的人的辱骂 都落在我身上 我哭泣尽食 这竟成了我的羞辱 我披上麻衣 就成了他们取笑的对象 坐在城门口的人 对我议论纷纷 我成了九徒之歌 但是 耶和华 在悦纳的时候 我向你祷告 神啊 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 凭着你信实的拯救 应允我 求你救我脱离淤泥 不要容我沉下去 求你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 救我脱离深水 求你不要让波涛淹没我 不要让深水吞灭我 也不要让深坑把我封闭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因为你的慈爱美善 求你照着你丰盛的怜悯 转脸垂顾我 求你不要向你的仆人掩面 求你快快应允我 因为我在困境之中 求你亲近我 拯救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救赎我 我所受的辱骂 欺凌和侮辱 你都知道 我所有的敌人 都在你面前 辱骂伤了我的心 我忧愁难过 我希望有人同情 却一个也没有 我希望有人安慰 还是找不到一个 他们在我的食物中 加上苦胆 我渴了 他们把醋给我喝 愿他们的言习 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 报应和陷阱 愿他们的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愿他们的腰 不停地站抖 求你把你的脑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使你的烈怒追上他们 愿他们的住处 变为荒场 愿他们的帐幕 无人居住 因为他们迫害 你所击打的人 嘲笑你所击伤的人的痛苦 愿你在他们的惩罚上 加上惩罚 不容他们 在你面前得称为义 愿他们的名字 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不要让他们 和义人一同被弃露 至于我 我是忧伤痛苦的人 神啊 愿你的救恩保护我 我要用诗歌赞美神的名 以感谢尊他为大 这就是 耶和华喜悦 胜过献牛 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 困苦的人 看见了就喜乐 寻求神的人啊 愿你们的心苏醒 因为耶和华 垂听了贫穷人的祷告 也不藐视 属他自己 正被囚禁的人 愿天和地都赞美他 愿海洋和海中 一切生物都赞美他 因为 神要拯救喜安 要建造犹大的重城 他的子民 必在那里居住 并且拥有那地为业 他众仆人的后裔 都必承受那地为业 喜爱他名的人 要住在其中 诗篇第七十篇 神啊 求你搭救我 耶和华 求你快来帮助我 愿那些寻缩我性命的 爆愧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 退后受辱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都因羞愧退后 愿所有寻求你的 都因你欢喜快乐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 要尊神伟大 至于我 我是困苦贫穷的 神啊 求你快快到我这里来 你是我的帮助 我的拯救 耶和华 求你不要担言 诗篇第七十一篇 耶和华 我投靠你 求你使我永不羞愧 求你按着你的公义搭救我 救赎我 求你留心听我 拯救我 求你做我避难的磐石 使我可以常来投靠 你已经下令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岩石 我的尖累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 脱离邪恶和残暴的人的掌握 因为你是我的盼望 主耶和华 你是我自幼以来所倚靠的 我自出母胎就依赖你 把我从母腹中领出来的就是你 我要常常赞美你 众人都以我为怪 但你是我兼顾的避难所 我要满口赞美你 我终日颂养你的荣美 我年老的时候 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气力衰弱的时候 求你不要离弃我 因为我的仇敌议论我 那些窥探着要害我性命的 一同商议说 神已经离弃了他 你们追赶他 拿住他吧 因为没有人搭救他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神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愿那些控告我的 都羞愧灭亡 愿那些谋求害我的 都蒙羞受辱 至于我 我要常常仰望你 要多多赞美你 我的口要述说你的公义 终日讲述你的救恩 尽管我不知道他们的数量 我要来述说主耶和华大能的事 我要提说你独有的公义 神啊 我自幼以来 你就教导我 直到现在 我还是宣扬你奇妙的作为 神啊 到我年老法白的时候 求你仍不要离弃我 等我把你的能力向下一代传扬 把你的大能向后世所有的人传扬 神啊 你的公义达到高天 你曾经行过大事 神啊 有谁像你呢 你使我们经历了很多苦难 你必使我们再活过来 你必把我们从地的深处救上来 你必增加我的尊荣 并转过来安慰我 我的神啊 我要弹琴称赞你 称赞你的信实 以色列的圣者啊 我要鼓塞歌颂你 我歌颂你的时候 我的嘴唇要欢呼 我的灵魂就是你所救赎的 也要欢呼 我的舌头也要终日讲述你的公义 因为那些谋求害我的人 已经蒙羞受入了 诗篇第七十二篇 神啊 求你把你的公正赐给王 把你的公义赐给王子 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子民 凭着公正审判你的困苦人 因着公义 愿大山和小山都给人民带来和平 他必为民间的困苦人申冤 拯救贫穷人 粉碎那欺压人的 他必像日月一般长久 直到万代 他必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 向甘霖滋润大地 他在世的日子 一人必兴旺 似近太平 直到月亮不再重现 他要执掌权柄 从这海到那海 从大河直到地极 住在旷野的人 必向他屈身 他的仇敌 必舔尘土 他师和海岛的猎王都必带来礼物 士巴和西巴的猎王都必献上贡物 众王都必向他俯伏 万国都必服侍他 因为贫穷人呼求的时候 他就搭救 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 他也搭救 他必连续软弱和贫穷的人 拯救贫穷人的性命 他要救他们脱离欺凌和强暴 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 愿他长久活着 愿人把世巴的金子奉给他 愿人为他不住祷告 终日给他祝福 愿地上五股风灯 山顶上也都丰收 愿地上的果实茂盛 像篱笆嫩山的树林 愿城里的人繁衍 好像地上的青草 愿他的名永远长存 愿他的名延续向太阳的恒久 愿万人都因他蒙福 愿万国都称他为有福的 独行骑士的以色列的神 就是耶和华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荣耀的名 也是应当永远称颂的 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 阿门 阿门 耶稀的儿子大为地祷告完毕 诗篇第七十三篇 神实在善待以色列 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 至于我 我的脚几乎滑跌 我险些跌倒 我看见恶人心龙 我就极度狂傲的人 他们没有痛苦 他们的身体又健康又肥壮 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难 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遇灾害 所以 骄傲像链子 带在他们的颈项上 强暴 好像衣裳 穿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的罪孽 是出于麻木的心 他们心里的恶念泛滥 他们讥笑人 怀着恶意 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用口亵渎上天 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 因此 他们的人民归回那里去 并且喝光了大量的水 他们说 神怎会晓得 至高者有知识吗 看这些恶人 他们常想安逸 财富却增加 我谨守我心纯洁 实在突然 我洗手表明清白 也是枉然 因为我终日受伤害 每天早晨受惩罚 如果我心里说 我要说这样的话 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 众儿女不忠了 我思想要明白这事 我就看为烦恼 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 才明白他们的结局 你实在把他们安放在华地 使他们倒下 灭亡 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 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 人睡醒了 怎样看梦 主啊 你睡醒了 也要照样轻看他们 我心中酸苦 我肺腑刺痛的时候 我是愚昧无知的 我在你面前 就像畜类一般 但是 我仍常与你同在 你紧握着我的右手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领我 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去 除你以外 在天上 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 在地上 我也无所爱慕 我的肉身和我的内心 虽然渐渐衰弱 神却永远是我心里的磐石 是我的业份 看哪 远离你的 必定灭亡 凡事对你不争的 你都要灭绝 对我来说 亲近神是美好的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我要述说你的一切作为 诗篇第七十四篇 神啊 你为什么永远丢弃我们呢 为什么你的怒气 向你草场上的羊群 好像烟冒出呢 求你纪念 你在古时买赎的会众 就是你赎回 做你产业的民族 求你纪念 你所居住的西安山 求你举步去看 那些长久荒凉的地方 去看仇敌 在圣所里 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的敌人在敬拜你的聚会中吼叫 他们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为记号 他们好像那些举起斧子 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的人 圣殿中的一切雕刻 他们都用斧子和冲子打碎了 他们用火把你的圣所烧成焦土 他们亵渎你名的居所 他们心里说 我们要把他们完全毁灭 他们烧毁了地上 一切敬拜神的聚会地方 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记号 也不再有先知 我们中间也没有人知道 这灾祸要到几时 神啊 敌人辱骂你要到几时呢 仇敌卸曼你的名 要到永远吗 你为什么把你的手 就是你的右手收回呢 求你从怀中抽出来毁灭他们 神自古以来 就是我的君王 在地上施行拯救 你曾用你的大能分开大海 把海中怪兽的头都打碎了 你砸碎了立位雅坦的头 把他给住在旷野的人做食物 你曾开辟泉源和溪流 又是长流不息的江河干河 白昼是你的 黑夜也是你的 月亮和太阳都是你设立的 地上的一切疆界都是你立定的 夏天和冬天都是你制定的 耶和华 仇敌辱骂你 鱼丸人亵渎你的名 求你纪念这事 求你不要把你班纠的性命 交给野兽 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 求你顾念所立的约 因为地上黑暗的地方充满了强暴的居所 不要使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 要使困苦贫穷的人赞美你的名 神啊 求你起来 为你的案件辩护 要记得鱼丸人终日对你的辱骂 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 不要忘记那些起来与你为敌的人 不住加剧的喧闹 诗篇第七十五篇 神啊 我们称谢你 我们称谢你 因为你接近人 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你说 我选定了日期 我要按公正施行审判 地和地上的居民都因惧怕而融化 我却使大地的柱子坚立 我对狂傲的人说 不要行事狂傲 对邪恶的人说 不要举脚 不要高举你们的脚 不要挺着傲慢的景象说话 高升不是从东面来 不是从西面来 也不是旷野来 而是由神来决定 他使这人降杯 使那人升高 原来耶和华的手里有杯 装满了起末和混杂各种香料的酒 他把酒从杯里倒出来 地上所有的恶人都必定要喝 甚至连酒的渣子都要喝尽 至于我 我要永远传扬 我要向雅各的神歌唱 所有恶人的脚 我都要砍断 只有一人的脚 必被高举 诗篇第七十六篇 在犹大 神是人人所认识的 在以色列 他的名被尊为大 他的帐篷是在撒冷 他的居所是在西安 在那里 他折断了弓上的火箭 拆毁了盾牌 刀剑和征战的兵器 你满有光华和荣美 胜过猎物丰富的群山 心里勇敢的人都被抢掠 他们常睡不起 所有大能的勇士都无力举手 雅各的神啊 因你的斥责 坐车的和骑马的都沉睡了 唯有你是可谓的 你的烈怒一发出 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 神啊 你起来施行审判 要拯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 那时 你从天上宣告审判 地上的人就惧怕 并且静默无声 人的愤怒 必使你得称赞 人的愚怒 必成为你的装饰 你们许愿 总要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偿还 所有在他周围的人 都要把贡物带来 献给那可敬畏的神 他必挫折众领袖的傲气 他必使地上的君王 畏惧他 诗篇第七十七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他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难的日子寻求主 我整夜举手祷告 总不倦怠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到神 就哀怨哀哼 我沉思默想 心灵就凡乱 你使我不能合眼 我烦躁不安 连话也说不出来 我回想过往的日子 上古的年代 我想起我夜间的诗歌 我的心沉思默想 我的灵仔细探究 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 他的慈爱永远消失 他的应许永久废去吗 神忘记施恩 因愤怒而止住他的怜悯吗 因此我说 这是我的忧伤 至高者的右手已经改变了 我要述说耶和华的作为 我要纪念你古时所行的歧视 我要默想你一切所行的 思想你的作为 神啊 你的道路是圣洁的 有哪一位神 好像我们的神这样伟大呢 你是行歧视的神 你在万民中显明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绑壁救赎你的子民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神啊 众水看见你 众水看见你就惧怕 深渊也都战斗 蜜云轻降雨水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闪射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响起来 闪电照亮了世界 大地战斗震动 你的道路经过海洋 你的路径穿过大水 但你的脚踪无人知道 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 带领你的子民 如同带领羊群一样 诗篇第七十八篇 我的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教训 侧耳听我口中的言语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古时隐秘的事说出来 就是我们所听过 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列祖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把这些事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却要把耶和华应得的赞美 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歧视 都向后代的人述说 他在雅各设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制定律法 就是他吩咐我们的列祖 去教训他们的子孙的 好使后代的人 包括将要出生的儿女 都可以知道 他们也要起来 告诉他们的子孙 使他们信靠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坚守他的诫命 免得他们向他们的列祖 成了顽梗悖逆的一代 心不坚定的一代 他们的心对神不忠 以法林的子孙虽然备有弓箭 在征战的日子 却转身逃走 他们不坚守神的约 不肯遵行他的律法 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 和他显给他们看的歧视 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的田野 在他们列祖的眼前 行了歧视 他把海分开 领他们走过去 又使海水直立 像一道堤坝 白日他用云彩 夜间他用火光引导他们 他在旷野使磐石裂开 给他们水喝 多如深渊的水 他使水从磐石中涌出来 使水好像江河一般留下 但他们仍然犯罪顶撞他 在干旱之地 仍然悖逆至高者 他们心里试探神 随着自己的欲望 要求食物 他们妄论神说 神可以在旷野摆设 岩席吗 他虽曾击打磐石 石水涌出来 好像江河泛滥 他还能赐粮食吗 他还能为自己的子民 预备肉食吗 因此耶和华听见了 就大怒 有烈火在雅各烧起 有怒气向以色列发作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 不倚靠他的拯救 然而 他吩咐天上的云彩 打开天上的门户 他将玛拿给他们吃 把天上的食物赐给他们 于是人吃了天使的食物 是神赐下的食粮 使他们饱足 他从天空刮起东风 失能力领出南风 他将肉食给他们 多如尘土 又将飞鸟给他们 多如海沙 他使飞鸟落在他们的营中 在他们住处的四围 他们吃了 而且吃得很饱 这样 神把他们所愿的 都赐给他们了 他们还没有因所愿的满足 食物仍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杀了他们中间最肥壮的人 击倒了以色列的年轻人 虽然经历了这一切 他们仍然犯罪 尽管看见这些歧视 他们仍不相信 所以神使他们的日子 在虚空中消逝 使他们的岁月 在惊恐中完结 神击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寻求他 他们回转过来 窃窃求问神 他们也想起 神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神 是他们的救赎主 但他们仍然用口欺骗他 用舌头向他说谎 他们的心对他不坚定 也不忠于和他所立的约 他却有怜悯 赦免罪孽 没有把他们灭绝 并且多次抑制自己的怒气 没有完全宣泄他的烈怒 他顾念他们不过是人 是一阵吹去不再返回的风 他们多少次在旷野背逆他 在沙漠使他担忧 他们再三试探神 使以色列的圣者忧伤 他们忘记了他的能力 就是他救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在埃及显神迹 在索安的田野行骑士 他把他们的江河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河流的水 他使成群的苍蝇到他们中间来 吞吃他们 又使青蛙来毁灭他们 他把他们的农产交给炸蒙 把他们辛劳的收获交给蝗虫 他用冰雹摧毁他们的葡萄树 用岩霜冻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畜交给闪电 他使猛烈的怒气 愤怒 愤恨 患难 好像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中间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不惜使他们死亡 把他们的性命交给瘟疫 他在埃及击杀了所有的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 击杀了他们强壮时生的头胎子 他却把自己的子民领出来 好像领羊群 在旷野引导他们 像引导群畜一样 他带领他们平平安安地走过去 所以他们不惧怕 海却淹没了他们的仇敌 他领他们进入自己圣地的境界 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 他在他们面前把外族人赶出去 用绳子两地 分给他们作为产业 有时以色列众支派的人 居住在自己的帐篷里 但他们仍然试探和背逆至高的神 不谨守他的法则 他们背信不忠 像他们的列祖一样 他们改变了 如同不可靠的功 因他们的秋坛惹起他的怒气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激起他的愤恨 神听见就大怒 完全弃绝了以色列 他丢弃了在世罗的居所 就是他在世人中间居住的帐篷 他又把象征他全能的约柜交给人掳去 把他的荣美交在敌人的手里 并且把自己的子民交给刀剑 向自己的产业大发烈怒 他们的青年被火吞灭 他们的少女也听不见结婚的喜歌 他们的祭司倒在刀下 他们的寡妇却不能哀哭 那时主好像从睡眠中醒过来 如同勇士酒后清醒一样 他击退了他的敌人 使他们永远蒙羞受入 他弃绝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之派 却拣选了犹大之派 他所爱的喜安山 他建造了自己的圣所 好像在高天之上 又像他所建立永存的大地 他拣选了自己的仆人大位 把他从羊圈中招出来 他领他出来 使他不再跟着那些牧羊 却要牧养他的子民雅各 和他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大卫以正直的心牧养他们 灵巧地引导他们 诗篇第七十九篇 神啊 外族人侵入你的产业 污秽了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成为废墟 他们把你仆人的尸首 给空中的飞鸟灼食 把你圣民的肉 给地上的野兽吞噬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周围 把圣民的血 像水一般倒出 没有人埋葬他们 我们成为邻国羞辱的对象 成为四周的人 吃下和鸡刺的目标 耶和华 要到几时呢 你要永远怀怒吗 你的愤恨 要像火焚烧吗 愿你把你的烈怒 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外族人 和不求告你名的 列国身上 因为他们吞吃了雅各 使他的住处荒凉 求你不要记住 我们祖先的罪孽 愿你的怜悯 快快临到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 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 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 搭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为什么荣外族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我们亲眼看见 你在列邦中 使人知道 你要为你仆人 所留的血深渊 愿被求的人的哀恨 达到你面前 愿你用你的大能 使那些 已定死罪的人 可以存留 主啊 愿你把我们 邻国羞辱你的羞辱 七倍归还在 他们身上 这样 我们做你的子民 做你牧场上的羊的 要永远称谢你 我们要世世代代 述说你 可称颂的事 诗篇第八十篇 以色列的牧者啊 带领约瑟 好像带领羊群的啊 求你留心听 坐在基督伯上面的啊 求你显出荣光 在以法连 变亚敏和马拿西面前 求你施展你的大能 前来拯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复兴 愿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救 你从埃及带走一棵葡萄树 你赶出外族人 把这树树树 你为他预备了地土 他就深深扎根 充满全地 他的印影 遮盖了群山 他的枝条 遮盖了高大的香薄树 他的枝条 伸展直到大海 他的幼苗 直到大河 你为什么拆毁 他的篱笆 任由所有过路的人 采摘呢 从树林中出来的野猪 践踏他 田野的走兽 把他吃了 万君的神啊 求你回心转意 从天上垂看 见茶 眷顾这葡萄树 眷顾你右手栽种的根 和你为自己培育的儿子 这树已被火烧 被砍下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灭亡 愿你的手 护必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培育的人 这样 我们就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求你使我们复兴 愿你的脸光照我们 我们就可以得救 诗篇第八十一篇 要向神我们的力量欢呼 要向雅各的神大声呼叫 要唱诗歌 打手鼓 弹奏美好的琴瑟 要在越说 在越望 在我们首节的日子 吹角 因为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 是雅各的神的典章 约瑟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 神为约瑟 立了这法规 我听见了 我不晓得的言语 神说 我要除去你肩头的重担 使你的手放下筐子 你在患难中呼求 我就搭救你 我在打雷的密云中回答你 在米粒巴的水边试验你 我的子民啊 你要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啊 但愿你肯听从我 在你中间不可有别的神 外族人的神 你也不可敬拜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 你要大大张口 我就要给他充满 我的子民却不听我的话 以色列不肯服从我 因此 我就任凭他们心理刚硬 随着自己的计谋行事 只要我的子民听从我 以色列肯遵行我的道 我就迅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把手转回来攻击他们的敌人 憎恨耶和华的人 必向他假意归顺 他们的行旗必永无止境 但我必把上好的麦子给你们吃 又用盘石里的蜂蜜 使你们饱足 诗篇第八十二篇 神站在大能者的会中 在众神之中施行审判说 你们不按公义审判 偏袒恶人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 为困苦和穷乏的人伸张正义 要搭救贫寒和穷困的人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他们没有知识也不明白 在黑暗中走来走去 大地的一切根基都摇动了 我曾说过 你们都是神 是至高者的儿子 然而 你们要像世人一样死亡 像世上任何一位领袖一样倒闭 神啊 求你起来 审判大地 因为万国都是你的产业 诗篇第八十三篇 神啊 求你不要静默 神啊 求你不要闭口 也不要一言不发 看哪 你的仇敌喧哗 恨你的人都抬起头来 他们密谋奸诈 陷害你的子民 他们彼此商议 攻击你所宝贵的人 他们说 来吧 我们来把他们除灭 使他们不再成国 使以色列的名 不再被人纪念 他们同心商议 彼此结盟 要和你对抗 他们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 和以什玛利人 摩鸦人和夏甲人 加巴勒 雅门 雅玛利 菲利士 和推罗的居民 雅述也和他们联合起来 做了罗德子孙的帮手 求你带他们 好像带米店人 像在基顺和带西西拉 和耶宾一样 他们都在引多尔被消灭 成了地上的粪土 求你使他们的贵族 像额利和西伊伯 使他们的王子 像西巴和撒木拿 他们曾说 我们要得着神的牧场 做自己的产业 我的神啊 求你使他们 像旋风卷起的草 像风前的碎街 火怎样焚烧树林 火焰怎样燃烧群山 求你也照样用狂风 追赶他们 借暴风雨惊吓他们 耶和华 求你使他们满面羞愧 好使他们寻求你的名 愿他们永远受入金黄 愿他们爆溃灭亡 使他们知道 只有你的名是耶和华 唯有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 诗篇第八十四篇 万君之耶和华 你的居所多么可爱 我的灵可向窃目 耶和华的院子 我的心身向永活的神欢呼 万君之耶和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的祭坛那里 麻雀找到了住处 燕子也为自己找到了 安置幼厨的巢 住在你殿中的 都是有福的 他们还要不断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通到圣殿大道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们经过干旱的山谷 使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更有秋雨 使这谷到处都是水池 他们行走 立上加厉 直到个人在西安朝见神 耶和华万君的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留心听 神啊 求你垂顾我们的盾牌 求你看顾你的受告者 在你院子里住一日 胜过在别处住千日 宁愿站在我神殿中的门槛上 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 神是太阳 是盾牌 耶和华赐下恩惠和光荣 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和华 倚靠你的人是有福的 十篇第八十五篇 耶和华 你恩待了你的地 恢复了雅各的产业 你赦免了你子民的罪孽 遮盖了他们的一切罪恶 你收回了你的一切愤怒 使你猛烈的怒气转消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复兴我们 求你止住你向我们所发的愤怒 你要永远向我们发怒吗 你要延长你的怒气到万代吗 你不使我们再活过来 以致你的子民可以因你欢喜吗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又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要说的话 因为他应许赐平安给他的子民 给他的圣民 但愿他们不要转向欲望 他的救恩的确临近敬畏他的人 使他的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信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互相亲嘴 信实从地上生出 公义从天上俯视 耶和华也必赐下好处 我们的地要多出土产 公义必行在他面前 为他的脚步预备道路 诗篇第八十六篇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 应允我 因为我是困苦贫穷的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因为我是虔诚的人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终日向你护求 主啊 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主啊 你是良善又乐意饶恕人的 向你呼求的 你都以丰盛的慈爱 待他们 耶和华 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在我遭难的日子 我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在众神之中 没有能和你相比的 你的作为 也是无可比拟的 主啊 你所造的 万国都要来 在你面前下拜 他们必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是伟大的 并且行奇妙的事 只有你是神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教我 使我行在你的真理中 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 我的神啊 我要满心称赞你 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向我大使慈爱 你救了我的命 免入阴间的深处 神啊 骄傲的人 起来攻击我 一群强暴的人 寻锁我的性命 他们不把你放在眼内 但是 主啊 你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你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极大的慈爱和信实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把你的能力赐给你的仆人 拯救你婢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记号 好使恨我的人看见了 就觉得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了我 安慰了我 诗篇第八十七篇 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耶和华爱西安的城门 胜过雅各的一切居所 神的城啊 有很多荣耀的事 都是指着你说的 在认识我的人中 我提到拉哈勃和巴比伦 看哪 还有菲利士 推罗和古石 我说 这一个是生在那里的 轮到西安 必有话说 这一个 那一个 都是生在西安的 至高者 必亲自建立这城 耶和华登记万民的时候 必记着 这一个是生在那里的 他们跳舞歌唱的时候 要说 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 诗篇第八十八篇 耶和华 拯救我的神啊 我昼夜都在你面前哀求 愿我的祷告 达到你面前 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保经忧患 我的性命临近阴间 我被裂在下坑的人中 就像一个没有气力的人一样 我被弃在死人之中 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 你不再纪念他们 他们也和你隔绝了 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 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 你的烈怒重重地压着我 你的波浪从四方八面把我掩盖 你使我的知己都远离我 使我成为他们所厌恶的 我被囚禁不能外出 我的眼睛因困苦而昏花 耶和华 我天天向你呼求 向你举手祷告 你要为死人行歧视吗 阴魂会起来称谢你吗 在坟墓里有人述说你的慈爱吗 在灭亡之地有人述说你的信实吗 你的骑士在黑暗里有人知道吗 你的公义在那遗忘之地有人知道吗 耶和华 我却向你呼求 我的祷告在早晨达到你面前 耶和华 你为什么丢弃我 为什么眼面不顾我 我自幼受苦 几乎死亡 我受了惊吓 以致困惑不安 你的烈怒把我淹没 你的惊吓把我除灭 这些终日像水一样环绕我 一起把我围困 你使我振爱的和同伴都远离我 黑暗成了我的知己 诗篇第八十九篇 我要永远歌唱耶和华的慈爱 世世代代用口传扬你的信实 我要说 你的慈爱必永远建立 你的信实 你必建立在天上 你曾说 我和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 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说 我必永远建立你的后裔 也必世世代代建立你的王位 耶和华 诸天要称颂你的骑士 在圣者的会中 你的信实也要被称颂 在天上 谁能和耶和华相比呢 在全能者的众子中 谁能向耶和华呢 在圣者的议会中 神是令人惊惧的 比一切在他周围的都更为可畏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有谁像你 耶和华 你是大能的 你的信实在你的周围 你管辖海洋的狂涛 波浪翻腾的时候 你使他们平息 你打碎了拉哈勃 好像已遭刺杀的人 你用有力的绑壁 赶散了你的仇敌 天是你的 地也是你的 世界和世界充满的 都是你建立的 南北都是你创造的 塔勃和黑门 都因你的名欢呼 你有大能的绑壁 你的手强而有力 你的右手高举 公义和公正 是你宝座的基础 慈爱和现实 行在你前面 晓得向你欢呼的人民 是有福的 耶和华 他们在你的脸光中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呼 因你的公义被高举 因为你是他们的荣耀和力量 因你的恩惠 我们的脚得以高举 因为我们的盾牌是耶和华 我们的君王是以色列的圣者 那时你在异象中告诉你的圣民说 我帮助了一位勇士 我从民中兴起了一位青年 我找到我的仆人大位 用我的胜高有高他 我的手必尖利他 我的绑壁必坚固他 仇敌必不能欺骗他 凶恶的人必不能压迫他 我要在他的面前 击碎他的敌人 击杀那些恨他的人 我的信实和慈爱 必与他同在 他的脚 必因我的名被高举 我必使他的左手伸到大海 使他的右手伸到大河 他必呼叫我说 你是我的父 我的神 拯救我的磐石 我也要立他为长子 为世上最高的君王 我要永远保持我对他的慈爱 我和他所立的约 必坚立 我要使他的后裔 存到永远 使他的王位 好像天一样长久 如果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 不照着我的典章而行 如果他们违背我的律例 不遵守我的诫命 我就用仗责罚他们的过犯 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 但我必不把我的慈爱 从他身上收回 也必不背弃我的信实 我必不违背我的约 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我断然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 我绝不向大卫说谎 他的后裔必存到永远 他的王位在我面前必向太阳长存 有向月亮永远坚立 做天上确实的见证 你却恼怒你的受高者 丢掉弃绝他 你舍弃了和你仆人所立的约 把他的冠冕玷污在地 你拆毁了他的一切城墙 使他的堡垒成废堆 过路的都抢掠他 他成了邻国的人羞辱的对象 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 使他所有的仇敌欢喜 你使他的刀剑卷刃 使他在战场上站立不住 你使他的光辉消失 把他的王位推翻 你减少了他青春的日子 使他披上耻辱 耶和华 这要到几时呢 你要永远隐藏自己吗 你的烈怒像火一般焚烧 要到几时呢 求你纪念我的一生多么短暂 你创造的世人是多么虚幻呢 有哪一个人能长活不死 能就自己的性命脱离阴间的权势呢 主啊 你从前指着你的信实 向大魏启示要施的慈爱 现今在哪里呢 主啊 求你纪念你仆人所受的羞辱 纪念我心里承担着万民的羞辱 耶和华 你的仇敌用这羞辱 羞辱了你的仆人 羞辱了你受高者的教宗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门 阿门 十篇第九十篇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群山尚未生出 大地和世界你未曾造成 从永远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回尘土 说 是人哪 你们要归回尘土 在你看来 千年好像刚过去了的昨天 又像夜里的一惊 你使世人消逝 像被洪水冲去 他们好像睡了一觉 他们又像在早晨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就雕为枯干 我们以你的怒气而消灭 以你的烈怒而惊恐 你把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 把我们的隐恶摆在你脸光之中 我们一生的日子 都在你的震怒中消逝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生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如果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可夸耀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我们的年日转眼即逝 我们也如飞而去了 谁晓得你怒气的威力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教导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要到几时呢 求你回心转意 求你连续你的仆人 求你使我们早晨 饱藏你的慈爱 好使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你使我们受苦和遭难的年日 有多久 求你使我们喜乐的日子 也有多久 愿你的作为 向你的仆人彰显 愿你的威严 向他们的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的神 的恩慈 临到我们身上 愿你为我们的缘故 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 我们手所做的功 愿你坚立 诗篇第九十一篇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 必在全能者的隐蔽下安居 我要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保障 你是我的神 我所倚靠的 他必救你脱离捕鸟的人的网罗 脱离致命的瘟疫 他必用自己的羽毛 遮盖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现实像盾牌 像尖垒 你不必害怕黑夜的惊恐 或是白日的飞溅 也不必害怕 黑暗中流行的瘟疫 或是在正午 把人毁灭的毒病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左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但灾害必不临近你 不过你要亲眼观看 看见恶人造报 你既然把耶和华 当作自己的避难所 把制高者当作自己的居所 祸患必不临到你 灾害必不临近你的帐篷 因为他为了你 会吩咐自己的使者 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 他们必用手托住你 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 你必践踏狮子和毁蛇 你必踏碎少壮狮子和大蛇 耶和华说 因为他恋慕我 我必搭救他 因为他认识我的名 我必保护他 他求告我 我必应允他 他在患难中 我必与他同在 我必拯救他 使他得尊荣 我必使他得享长寿 又向他显明我的救恩 诗篇第九十二篇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夜间传讲你的信实 弹奏实弦的乐器和色 又用琴弹出美妙的声音 这是多么美的事 耶和华 你借着你的作为 使我欢喜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多么伟大 你的心思极为深奥 无理性的人不晓得 愚昧的人不明白这事 恶人虽好像草一样繁茂 所有作孽的人虽然兴旺 他们都要永远灭亡 但你耶和华 永远是至高的 耶和华 你的仇敌必灭亡 你的仇敌必定灭亡 所有作孽的都必被分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像野牛的脚 你用心油高抹我 我亲眼看见那些 窥似我的人遭暴 我亲耳听见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义人必像棕树一样繁茂 像黎巴嫩的香薄树一样高耸 他们栽在耶和华的殿中 在我们神的院子里繁茂生长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 经常保持茂盛清脆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里面没有不义 诗篇第九十三篇 耶和华作王 他以威严为一 耶和华以威严为一 以能力束腰 世界就得以兼力 永不动摇 你的宝座自古就立定 你从亘古就存在 耶和华 大水扬起了 大水扬起了声音 大水扬起了澎湃的波浪 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 胜过大水的响声 胜过海中的巨浪 耶和华 你的法度极为确定 你的殿永远被称为圣 是何宜的 十篇第九十四篇 耶和华 你是深渊的神 深渊的神啊 求你显出荣光 审判大地的主啊 求你起来 使骄傲的人 得到应得的报应 耶和华 恶人得意要到几时呢 恶人欢乐要到几时呢 他们不住地说骄傲的话 所有作孽的人 都夸耀自己 耶和华 他们欺压你的子民 苦害你的产业 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 又杀害孤儿 他们还说 耶和华必看不见 雅各的神并不留意 民间的愚昧人啊 你们要留心 愚玩人啊 你们要到几时才能明白呢 那照耳朵的 自己不能听见吗 那照眼睛的 自己不能看见吗 那管教万国的 不施行审判吗 那教导人的 自己没有知识吗 耶和华知道 人的意念是虚妄的 耶和华 你所管教 用律法教导的人 是有福的 在患难的日子 你使他得享平安 直到为恶人 所预备的坑挖好了 因为 耶和华 必不丢弃他的子民 必不离弃他的产业 因为审判 必在转向公义 所有心里正直的 都必顺从 谁肯为我起来 攻击作恶的人呢 谁肯为我挺身而起 对抗作念的人呢 如果不是 耶和华帮助我 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我说 我失了脚 耶和华 那时 你的慈爱就扶持我 我心里充满忧虑的时候 你就安慰我 使我的心欢乐 凭着律力 制造坚饿 借着权位 行毁灭的 怎能和你相交呢 他们集结起来 攻击一人 把无辜的人 定了死罪 但耶和华 做了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了我避难的磐石 他必使他们的罪孽 归到他们身上 他必因他们的罪恶 灭绝他们 耶和华 我们的神 必把他们灭绝 诗篇第九十五篇 来吧 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到他面前称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 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都属他 海洋属他 因为是他创造的 陆地也是他的手造成的 来吧 我们来俯伏敬拜 再在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草场上的子民 是他手下的羊群 如果你们今天听从他的声音 就不要硬着心 好像在米地巴 就是在旷野的马萨的日子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先虽曾见过我的作为 还是试探我 考验我 四十年之久 我厌恶那个世代的人 我曾说 他们是心里迷雾的人民 不认识我的道路 所以 我在愤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诗篇第九十六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要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 该受极大的赞美 他当受敬畏 过于众神之上 因为万民的神 都是虚空的偶像 但耶和华创造了诸天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能力和华美在他胜所之中 列国的万族啊 你们要归给耶和华 要把荣耀和能力归给耶和华 要把耶和华的名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带着礼物进入他的院子 要以圣洁的庄树敬拜耶和华 全地都要在他面前站立 你们要在万国中宣告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必不动摇 他必按着公正审判万民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海中充满的都翻腾响闹 愿田野和其中的一切都欢乐 那时林中的一切树木都必欢呼 他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 凭着他的信实 审判万民 诗篇第九十七篇 耶和华作王 愿地快乐 愿中海岛都欢喜 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 公义和公正是他宝座的根基 有火走在他的前面 烧尽他四围的敌人 他的闪电照亮世界 大地看见了就站立 在耶和华面前 就是在全地的主面前 群山都像蜡一般融化 诸天传扬他的公义 万民得见他的荣耀 愿所有侍奉雕刻的偶像的 以虚无的偶像为夸口的 都蒙羞 众神啊 你们都要拜他 耶和华 喜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 犹大的各城也都快乐 耶和华 因为你是全地的至高者 你被遵从 远超过众神之上 你们爱耶和华的 都要恨恶罪恶 耶和华保护圣民的性命 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 有亮光照耀义人 心里正直的人得享喜乐 义人啊 你们要靠耶和华欢喜 要称赞他的圣民 诗篇第九十八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因为他行了奇妙的事 他的右手和他的圣地 为他施行拯救 耶和华显明了他的救恩 在列国眼前显示了他的公义 他纪念他向以色列家 所应许的慈爱和信实 地的四集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呼 要发声欢唱 要歌颂 要弹琴歌颂耶和华 要用琴和歌声歌颂他 要用号筒和号角的声音 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 愿海和海中充满的 都翻腾响闹 愿世界和住在世上的也都发声 愿江河拍手 愿群山一起欢呼 他们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是要审判全地 他要按着公义审判世界 凭着公正审判万民 诗篇第九十九篇 耶和华作王 万民都要站立 他坐在两个基禄帛之上 大地也要震动 耶和华在西安是至大的 他崇高超过万民 愿他们称赞你伟大可畏的名 他是圣洁的 网有能力 喜爱公正 你坚立正义 你在雅各家实行公正和公义 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脚凳前敬拜 他是圣洁的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 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姆尔 他们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他们 他从云柱中对他们说话 他们谨守耶和华赐给他们的法度和律力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你应允了他们 你虽然按照他们所行地报应他们 但对他们来说 你是一位赦免人的神 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 在他的圣山上敬拜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诗篇第100篇 全帝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 欢唱着到他的面前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他创造了我们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是他的子民 也是他草场上的羊 应当充满感恩进入他的殿门 满口赞美进入他的院子 要感谢他 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 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诗篇第101篇 我要歌唱慈爱和公正 耶和华 我要向你歌颂 我要小心谨慎行正直的路 你什么时候才到我这里来呢 我要在我的家中 以正直的心行事 邪恶的事 我都不摆在眼前 离开正路的人所做的事 我都恨恶 绝不容这些沾染我 狡诈的心思 我要远离 邪恶的事 我不参与 暗中毁谤临舍的 我必把他灭绝 眼目高傲 心里骄横的 我必不容忍他 我的眼目 必看顾国中的诚实人 使他们与我同住 行为正直的 必要伺候我 行诡诈的 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 说谎话的 必不能在我眼前监力 我每日早晨 必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 好把所有作孽的人 都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 诗篇第102篇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那里 我在患难的日子 求你不要向我掩面 我呼求的时候 求你留心听我 并且迅速应允我 因为 我的年日好像烟一般消散 我的骨头烧焦 像炉中的炭 我的心受创伤 好像草一般枯干 以致我连饭也忘了吃 因我哀哼的声音 我就渐渐消瘦 我像旷野的醍醐 又像废墟里的猫头鹰 我躺在床上警醒着 就像屋顶上孤单的麻雀 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 嘲弄我的指着我赌咒 我吃炉灰像吃饭一样 我所喝的与眼泪混合 这都是因为你的愤恨和烈怒 你把我举起来 又把我摔下去 我的年日好像日饮偏邪 我也好像草一般枯干 耶和华 你却永远坐着为王 你可纪念的名 也必存到晚代 你要起来怜悯喜安 因为现在是恩待喜安的时候 锁定的日期已经到了 因为你的众仆人喜爱他的石头 爱惜他的尘土 万国都必敬畏耶和华的名 世上猎王都敬畏你的荣耀 因为耶和华必建造习安 在他自己的荣耀里显现 他要垂顾困苦人的祷告 必不藐视他们的祈求 这些事要记下来 传给后代 好使将来出生的人民 可以赞美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从他至高的圣所里垂看 从天上观看大地 为要垂听被囚的人的叹息 解救定了死罪的人 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 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 那时万民和万国必一同聚集 要侍奉耶和华 耶和华在我壮年的时候 使我的力量衰弱 缩短我的年日 所以我说 我的神啊 求你不要使我中年去世 你的年数万败无将 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 天也是你守的工作 天地都要毁灭 你却长存 天地都要像衣服一样渐渐残旧 你要更换天地 如同更换衣物一样 天地就被更换 只有你永不改变 你的年数也没有穷尽 你仆人的子孙 必安然居住 他们的后裔 必在你面前建立 诗篇第103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在我里面的一切 都要称颂祂的圣名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的一切罪孽 以致你的一切疾病 祂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 以慈爱和怜悯做你的冠冕 祂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 以致你好像鹰一般 恢复青春的活力 耶和华施行公义 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 他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 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 至于世人 他的年日好像草一般 他又像野地繁茂的花 经风一吹 就归无有 他原来的地方再不认识他 但从亘古到永远 耶和华的慈爱临到敬畏他的人 他的公义也归于他们的子子孙孙 就是那些谨守他的约 记住他的训词 并且遵行的人 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 他的王权同管万有 你们做他天使的 就是那些大有能力 行他所吩咐 以及听从他命令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众君 做他的仆役 遵行他旨意的 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 在他统治的各处 都要称颂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诗篇第104篇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耶和华我的神啊 你真伟大 你以尊荣和威严为衣服 你披上亮光 好像披上外袍 展开诸天 好像铺张账漫 你在水上立起 你楼阁的栋梁 你以云彩为战车 成驾风的翅膀而行 你用风做你的使者 用火焰做你的仆役 你把大地建立在根基上 使地永永远远不动摇 你用深水像衣服 一般覆盖大地 使重水高过群山 因你的斥责 水就退去 因你的雷声 水就奔逃 重水流经群山 向下流往重谷 流到你为他们指定的地方 你定了界线 使重水不能越过 他们不再转回掩盖大地 你使泉源在山谷中涌流 流经群山中间 使野地所有的走兽有水喝 野驴得以解渴 天上的飞鸟在水边住宿 在树枝上鸣叫 你从自己的楼阁中 浇灌群山 因你所做的事的果效 大地就丰足 你为了牲畜 使青草滋生 为了人的虚用 使蔬菜生长 使粮食 从地里生出 又有酒 使人心欢喜 有油 使人容光焕发 有粮 加添人的心力 耶和华的树 就是他所栽种的 篱笆嫩香薄树 都得到了充分的灌溉 雀鸟在上面竹巢 至于鹤 松树是他的家 高山是野山羊的住所 岩石是石欢藏身的地方 你造月亮未定节令 太阳知道何时沉落 你安设黑暗 有了晚上 林中的柏兽 就都爬出来 少壮狮子吼叫觅食 要寻求从神而来的食物 太阳升起的时候 他们就躲避 回到自己的洞穴躺卧 人出去做工 劳碌直到晚上 耶和华 你所造的真是众多 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 海里有无数的活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只往来航行 有你所造的大鱼 在海里嬉戏 这些活物都仰望你 仰望你按时赐给他们食物 你赐给他们 他们就拾取 你张开你的手 他们就饱享美物 你向他们掩面 他们就惊慌 你收回他们的气息 他们就死亡 归回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 万物就被造成 你也使地面更换一心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喜悦他自己所做的 他注视大地 地就震动 他触摸群山 山就冒烟 我一生要向耶和华歌唱 我还在世的时候 我要向我的神歌颂 愿我的默想蒙他喜悦 我要因耶和华欢喜 愿罪人从世上灭绝 也不再有恶人存在 我的心啊 你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05篇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 你们要向他歌唱 歌颂他 讲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 你们要以他的圣名夸耀 愿寻求耶和华的人 都心里欢喜 你们要追求耶和华 与他的能力 常常寻求他的面 纪念他所做的奇事 他的神迹 和他口里的叛词 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他所拣选的人 雅各的子孙啊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的叛词充满全地 他永远纪念他的约 他纪念他所吩咐的话 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向以撒所起的事 他把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 向以色列坚立为永远的约 说 我必把迦南地赐给你们 做你们产业的份 那时他们人数不多 实在很少 而且是在那地寄居的 他们从这帮漂流到那帮 从这国漂流到另一国 他不容任何人欺压他们 为了他们的缘故 他曾指责君王说 不可伤害我的受高者 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他命令饥荒临到那地 断绝了一切粮食的供应 在他们之前 他拆遣一个人去 就是被卖为奴的约瑟 人用脚疗弄伤他的脚 他的颈像被铁链锁着 直到他的话应验 耶和华的话 为他证实的时候 王就派人去释放他 统治众民地把他释放了 王立他执掌朝政 管理王一切所有的 使他可以随意捆绑王的群臣 把智慧交导王的长老 后来以色列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寄居 耶和华使他的子民生育众多 使他们比他们的敌人更强盛 他改变敌人的心去憎恨他的子民 用诡诈带他的众仆人 他拆拍了他的仆人摩西 和他拣选的亚伦 他们在敌人中间施行他的神迹 在寒地显明他的歧视 他命黑暗降下 使纳地黑暗 他的话是不能违背的 他使埃及的水都变成血 使他们的鱼都死掉 在他们的地上 以及君王的内侍 青蛙多多滋生 他一发命令 苍蝇就成群而来 并且狮子进入他们的四境 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 又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 他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 又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 他一发命令 蝗虫就来 乍蒙也来 多得无法数算 吃尽了他们地上的一切植物 吃光了他们土地的出产 他击杀了他们境内所有的长子 就是他们强壮的时候所生的投生子 他领自己的子民带着金银出来 他们众之派中没有一个畏缩的 他们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很欢喜 因为埃及人都惧怕他们 他展开云彩做遮盖 夜间有火光照 他们一求 他就使鞍唇飞来 并且用天上的粮食使他们饱足 他裂开盘时 水就涌流出来 在干旱之处 水流成河 因为他纪念 他向自己的仆人亚伯拉罕应许的圣言 他带领自己的子民欢欢乐乐出来 带领自己的选民欢呼着出来 他把多国的地土赐给他们 他们就承受众民劳碌的成果 我要使他们谨守他的律力 遵守他的律法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0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是美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谁能述说耶和华大能的作为 谁能说尽赞美他的话 谨守公正 常行公义的人 都是有福的 耶和华 你恩待你子民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你拯救他们的时候 求你眷念我 使我得见你选民的福乐 以你国民的欢乐而欢乐 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 我们和我们的列祖都犯了罪 我们做了孽 也行了恶 我们的列祖在埃及的时候 不明白你的歧视 也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 反倒在红海的海边背逆了你 但他因自己的名的缘故 拯救他们 为要彰显他的大能 他斥责红海 海就干了 他令他们走过海底 像经过旷野一样 他拯救他们 脱离憎恨他们的人的手 从仇敌的手中救赎了他们 海水淹没了他们的敌人 连一个也没有留下 那时他们才相信他的话 唱歌赞美他 可是 他们很快就忘记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意志 反而在旷野大起贪欲 在沙漠试探神 神把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 却使灾病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在营中极度摩西 以及归耶和华为圣的亚伦 于是地裂开 吞下了大滩 把雅比兰一伙的人也引埋了 有火在他们的挡雨中燃烧起来 烈焰焚毁了恶人 他们在河烈山做了牛犊 敬拜铸成的偶像 这样 他们用吃草的牛的像 代替了他们的荣耀的神 他们竟忘记了拯救他们的神 他曾在埃及行了大事 在寒地行了骑士 在红海边行了可畏可惧的事 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 不是有他拣选的摩西 在他面前站在破口上 是他的怒气转消 恐怕他早已毁灭他们了 他们又轻视那美帝 不信他的应许 他们在自己的帐篷里发怨言 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所以他对他们启示 必使他们倒在旷野 使他们的后裔四散在万国中 使他们分散在各地 他们又归附巴利皮尔 吃了祭过死神的祭物 他们的行为触怒了耶和华 于是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 那时菲尼哈站起来 执行刑罚 瘟疫才止息 这就算为他的义 世世代代直到永远 他们在米利巴水边 惹耶和华发怒 以致摩西因他们的缘故 也受了惩罚 因为他们抗拒神的灵 摩西用嘴说出冒失的话 他们没有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们的 灭绝外族的人民 反而和外族人混居杂楚 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 他们又侍奉外族人的偶像 这就成了他们的网罗 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 他们流了无辜人的血 就是他们自己儿女的血 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 这样他们因自己所做的成了不洁 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犯了邪淫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子民发作 他厌恶自己的产业 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里 恨恶他们的人就管辖他们 他们的仇敌压迫他们 他们就屈服在仇敌的手下 神曾多次搭救他们 他们却故意背逆 以致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微 可是他听到了他们哀叫的时候 就垂顾他们的苦难 他为他们的缘故 纪念他自己的约 照着他丰盛的慈爱回心转意 他又使他们在所有 掳掠他们的人面前得蒙连续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拯救我们 把我们从万国中招聚回来 我们好称谢你的圣名 以赞美你为夸耀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从永远到永远 愿众民都说阿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07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耶和华救赎的子民 这样称谢他 这名就是他从敌人的手里 救赎出来 把他们从各地 就是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招聚回来的 他们有些人在旷野 在荒漠漂流 寻不见路 往可居住的城市 他们又饥又渴 心灵疲弱 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救他们脱离困苦 令他们走正直的路 使他们去到可居住的城市 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世人所行的启示 称谢他 因为他是干渴的人得到满足 又使饥饿的人 饱享美物 他们有些人 坐在黑暗和死印里 被困苦和铁链捆锁着 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 藐视了至高者的旨意 所以神用苦难制服他们的心 他们跌倒 也没有人帮助 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 他从黑暗里和死印中 把他们领出来 弄断他们的锁链 愿人引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世人所行的启示 称谢他 因为他打破了同门 砍断了铁栓 他们有些人 因自己的过犯成了愚望人 有人受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孽 他们厌恶各样食物 就临近死门 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他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 他发出说话医治他们 搭救他们脱离死亡 愿人引耶和华的慈爱 因他向世人所行的骑士 称谢他 愿他们以感谢为继献给他 欢心地述说他的作为 他们有些人坐船出海 在大海上往来经商 他们见过耶和华的作为 和他在深海中所行的骑士 他一吩咐 狂风就刮起 海中的波浪也高扬 他们上到天上 下到深渊 他们的心因危难而惊慌 他们摇摇晃晃 东倒西歪 好像醉酒的人 他们的一切智慧都没有用了 于是他们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他就拯救他们脱离困苦 他是狂风止息 海浪就平静无声 风平浪静了 他们就欢喜 他引领他们到他们所愿去的港口 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 和他向世人所行的骑士 称谢他 愿他们在众民的会中 遵从他 在长老的集会中赞美他 他使江河变为旷野 使水泉变为干旱无水之地 他使肥沃的土地变为咸田 都因住在那里的居民的邪恶 他使旷野变为池塘 使汉地变为水泉 他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 好让他们建造可以居住的城市 他们耕种田地 栽种葡萄园 得到丰盛的收成 他又赐福给他们 使他们人口众多 也没有使他们的牲畜减少 以后他们因为压迫 患难 愁苦 就人数减少 降为卑微 他使权贵受羞辱 使他们在荒废无路的地方漂流 他却把贫穷的人安置在高处 免受苦难 使他的家族繁衍 好像羊群 正直的人看见了就欢喜 但所有邪恶的人都必闭口无言 凡有智慧地 愿他留意这些事 愿他思想耶和华的慈爱 诗篇第108篇 神啊 我的心坚定 我要用我的灵歌唱和颂赞 琴和色啊 你们都要醒过来 我也要唤醒黎明 耶和华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万族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伟大 高级诸天 你的信实上达云霄 神啊 愿你被尊崇 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遍及全地 求你用右手拯救我们 应允我们 使你喜爱的人得拯救 神在自己的圣所说 我必夸圣 我必分开事件 我必良度输割骨 激烈是我的 马拿西是我的 以法连是我的头盔 犹大是我的权杖 磨压是我的洗脚盆 我要向以东抛鞋 我要因战胜菲利士欢呼 谁能带我进坚固城 谁能领我到以东地去呢 神啊 你不是把我们丢弃了吗 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吗 求你帮助我们抵挡敌人 因为人的援助是没有用的 我们靠着神奋勇作战 因为他必践踏我们的敌人 诗篇第109篇 我所赞美的神啊 求你不要坚默无声 因为邪恶的人的嘴和诡诈的人的口 已经张开攻击我 他们用虚黄的舌头对我说话 他们说毒恨的话围攻我 无缘无故攻击我 他们以敌对的态度来回报我的爱 至于我 我只有祷告 他们对我以恶报善 以憎恨回报我的爱 求你派一个恶人对付他 派一个对头站在他的右边 他受审判的时候 愿他被判为有罪 愿他的祷告成为罪 愿他的年日短少 愿别人取代他的职份 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 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 愿他的儿女流离失所 到处求起 愿他们从他们破坏的家中被赶逐出去 愿债主夺去他一切所有的 愿外人都劫掠他劳碌得来的 愿无人对他施仁慈 愿无人恩待他的孤儿 愿他的后人被除灭 愿他们的名字在下一代被涂抹 愿他列祖的罪孽被耶和华紧记 愿他母亲的罪恶不被涂抹 愿这些罪常在耶和华面前 好使他们的名号从地上被除掉 因为他从没有想起要施慈爱 只知道迫害困苦 贫穷和伤心的人 要把他们置于死地 他爱咒诅 愿咒诅临到他 他不喜爱祝福 愿福乐远离他 他以咒诅当作衣服穿上 咒诅就像水一般进入他的内脏 像油一样进入他的骨头 愿这咒诅像衣服一般给他披上 并当作他长长束上的腰带 愿敌对我和用恶言攻击我的 都从耶和华那里得到这报应 至于你 主耶和华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恩待我 按着你美好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我困苦贫穷 我的内心伤痛 我像日影倾斜 渐渐消逝 又像蝗虫被抖掉 我因进食 双膝软弱无力 我的身体消受枯干 我成了他们羞辱的对象 他们一看见我 就摇头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拯救我 好让人知道 这是出于你的手 是你耶和华所做的事 任凭他们咒诅 只愿你赐福 愿起来攻击我的都蒙羞 你的仆人却要欢喜 愿敌对我的 披带羞辱 愿他们以自己的耻辱 为外袍披在身上 我要用口 极力称谢耶和华 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 因为他必站在贫穷人的右边 拯救他脱离 定他死罪的人 诗篇第110篇 耶和华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的仇敌 坐你的脚凳 耶和华 必使你从西安 伸出能力的权杖 你要在你的仇敌中掌权 在你征战的日子 你的人民都乐意投身 你的少年人 以圣洁为装饰 好像清晨的甘露到你那里 耶和华起了誓 就绝不反悔 他说 你永远做祭司 是照着迈基喜德的体系 住在你右边 在他发怒的日子 必剿灭猎王 他必在猎国中施行审判 失手就遍满各处 他要剿灭地上各处的首领 王要喝路旁的河水 因此他必挺胸昂首 诗篇第111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正职人的议会中和大会里 我要全心称谢耶和华 耶和华的作为伟大 喜爱他作为的人都努力查救 他的作为满有尊荣和威严 他的公义永远长存 他使人纪念他所行的歧事 耶和华有恩典 有怜悯 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 他永远纪念自己的约 他向自己的子民彰显大能的作为 把列国赐给他们为业 他手所做的都是诚实和公正 他的训词都是可信靠的 他的训词是永远确定的 是按着信实和正职制定的 他向自己的子民施行救赎 他命定自己的约 直到永远 他的名神圣可畏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凡事这样行的都是明智的 耶和华该受赞美 直到永远 诗篇第112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热爱他的诫命的 这人是有福的 他的后裔在地上必强盛 正职人的后代必蒙福 他家中有财富 有金钱 他的人意纯到永远 正职人在黑暗中有光照亮他 他满有恩慈 好连续 行公义 恩待人 借贷给别人 按公正处理自己事物的 这人必享福乐 因为他永远不会动摇 一人必永远被纪念 他必不因坏消息惧怕 他的心坚定 依靠耶和华 他的心坚决 毫不惧怕 直到他看见他的敌人遭暴 他广失钱财 周济穷人 他的人意存到永远 他的脚必被高举 大有荣耀 恶人看见就恼怒 他必咬牙切齿 身心耗损 恶人的心愿 必幻灭 诗篇第一百一十三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仆人啊 你们要赞美 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现在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都该受赞美 耶和华高过万国 他的荣耀超越诸天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他扶手垂顾天上和地下的事 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是他们和权贵同坐 就是和他子民中的权贵同坐 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 成了有许多儿女的快乐母亲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4篇 以色列出了埃及 雅各家离开了说外国语言的人民的时候 犹大就成了主的圣所 以色列成了他的王国 大海看见就奔逃 约旦河也倒流 大山跳跃像公羊 小山蹦跳像小羊 大海啊 你为什么奔逃 约旦河啊 你为什么倒流 大山啊 你们为什么跳跃像公羊 小山啊 你们为什么蹦跳像小羊 大地啊 你在主的面前 在雅各的神面前要战斗 他是磐石变为水池 是尖石变为水泉 诗篇第115篇 耶和华 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 不要归给我们 要依你的慈爱和信实 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 为什么容列国的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我们的神在天上 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列国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他们有口却不能说话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 有脚却不能行 也不能用喉咙发声 做偶像的 必和偶像一样 凡是倚靠他们的 都必这样 以色列啊 你们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你们的盾牌 亚伦家 你们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你们的盾牌 敬畏耶和华的 你们要倚靠耶和华 他是你们的帮助 你们的盾牌 耶和华顾念我们 必赐福给我们 他必赐福给以色列家 赐福给亚伦家 敬畏耶和华的 无论大小尊卑 他都必赐福 愿耶和华 使你们增多 使你们和你们的 子孙增多 愿你们蒙创造 天地的耶和华赐福 天属于耶和华 地 他却赐给了世人 死人不能赞美耶和华 下到阴间的 不能赞美他 至于我们 我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现在直到永远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6篇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 我的恳求 因为他留心听我的恳求 我一生一世要求告他 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 我遭遇患难和愁苦 那时我呼求耶和华的名说 耶和华求你拯救我 耶和华有恩典 有公义 我们的神满有怜悯 耶和华保护于蒙人 我落到卑微的地步 他拯救了我 我的心啊 你要回复安宁 因为耶和华永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了我的性命脱离死亡 你使我的眼睛不治流泪 使我的双脚不治跌倒 我要在活人之地 行在耶和华面前 我虽然说 我受了极大的痛苦 但我仍然相信 我在惊慌之中曾说 人都是说谎的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 我要举起救恩的杯 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 向他还我所许的愿 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 圣民的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 我真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仆人 你婢女的儿子 我的锁链 你给我解开了 我要把感恩计献给你 我要称扬耶和华的名 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 向他还我所许的愿 耶路撒冷啊 就是在你的中间 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我要还我所许的愿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7篇 万国啊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万民啊 你们要颂赞他 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极大 耶和华的信实永远长存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18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以色列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亚伦家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愿敬畏耶和华的说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使我站在宽阔之地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我绝不害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耶和华是我的帮助 我必看见恨我的人遭报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人 投靠耶和华 胜过倚靠王子 列国围困着我 我靠着耶和华的民 必除灭他们 他们围绕着我 把我围困 我靠着耶和华的民 必除灭他们 他们如同密封围绕着我 但他们要像烧荆棘的火熄灭 我靠着耶和华的民 必除灭他们 他们极力推我 要我跌倒 耶和华却帮助了我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在一人的帐篷里 有欢呼和得胜的声音说 耶和华的右手 行了大能的事 耶和华的右手高高举起 耶和华的右手 行了大能的事 我必不至于死 我要活下去 并且要述说 耶和华的作为 耶和华虽严厉地管教我 却没有把我置于死地 请你们为我打开正义的门 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 一人才可以进去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应允了我 又成了我的拯救 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这是耶和华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锁定的日子 我们要在这一日欢喜快乐 耶和华 求你施行拯救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亨通 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给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 他光照了我们 你们要用绳索把祭生拴住 带到祭坛的脚那里 你是我的神 我要称谢你 你是我的神 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第119篇 行为完全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都是有福的 谨守他的法度 全心寻求他的 都是有福的 他们不做不义的事 他们遵行他的道 你曾把你的训词 吩咐我们 要我们殷勤遵守 但愿我的道路坚定 我要遵守你的律例 我重视你的一切诫命 就不至于羞愧 我学会了你公义的法则 就以正直的心称谢你 我必遵守你的律例 求你不要把我弃绝 少年人用什么 洁净自己的行为呢 就是要遵守你的话 我一心寻求你 求你不要容我偏离你的诫命 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 你是该受称颂的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我用嘴唇传扬 从你口中所出的一切典章 我喜欢你法度定下的道路 如同喜欢一切财富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重视你的道路 我喜爱你的律例 我不会忘记你的话 求你恩待你的仆人 使我可以活着 也可以谨守你的话 求你开我的眼睛 使我能看出你律法的奇妙 我是在世上做寄居的 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 我常常怯慕你的典章 以致我心力交瘁 那些受咒诅的傲慢人 和那些偏离了你诫命的人 你必斥责他们 求你除去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 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度 虽有做领袖的 做着毁谤我 你的仆人却默想你的律例 你的法度是我的喜乐 是我的谋事 我快要归回尘土 求你按着你的话 把我救活过来 我成名我所行的 你就应允了我 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 求你使我明白你的训词 我就默想你的奇妙 我因愁苦而流泪 求你照着你的话 使我坚强 求你使我离开虚晃的路 使恩把你的律法赐给我 我拣选了信实的道路 我把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 我谨守你的法度 耶和华 求你不要使我蒙羞 因为你使我的心舒畅 我就跑在你诫命的路上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律例指教我 我必遵守到底 求你赐我悟信 我好遵守你的律法 我必一心谨守 求你领我走在你诫命的路上 因为这是我喜悦的 求你使我的心 倾向你的法度 不倾向不义之财 求你使我转眼不看虚空的事 又使我在你的道中存活 求你向你的仆人 实践你的诺言 就是你向敬畏你的人 所应许的 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 离开我 因为你的典章都是美好的 我切勿你的训词 求你使我活在你的公义中 耶和华 愿你照着你的应许 使你的慈爱 你的救恩临到我 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 因为我倚靠你的话 求你使真理的话 总不离开我的口 因为我仰望你的典章 我要常常谨守你的律法 直到永远 我必行在宽阔之处 因为我一向寻求你的训词 我在君王面前讲论你的法度 也不以为耻 我要以你的诫命为乐 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 我又要向你的诫命举手 这些诫命是我所爱的 我也要默想你的律例 求你纪念你向你仆人应许的话 因为你使我有盼望 你的应许使我存活 这就是我在困苦中的安慰 骄傲的人苛刻地击翘我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我思念你在古时赐下的典章 我就得了安慰 因为恶人离弃你的律法 我就非常愤怒 在我寄居的住所里 你的律例成了我的诗歌 耶和华 我在夜间纪念你的名 我要谨守你的律法 我这样做 是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 耶和华 你是我的业份 我曾说我要谨守你的话 我曾一心向你起恩 愿你照着你的应许恩待我 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路 就转回脚步 归向你的法度 我赶快谨守你的命令 不敢担言 恶人的绳索虽然捆绑我 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 以你公义的典章 我半夜起来称谢你 凡是敬畏你 谨守你训词的 我都与他们为友 耶和华 你的慈爱变满大地 求你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耶和华 你向来照着你的话 善待你的仆人 求你把聪明和知识指教我 因为我信靠你的命令 我受苦已先 犯了错误 现在我谨守你的话 你本是良善的 你所行的也是良善的 求你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傲慢人用谎言重伤我 我却一心遵守你的训词 他们的心麻木如同之油 我却喜欢你的律法 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律法对我有益 胜过千千万万的金银 你的手造了我 建立了我 求你使我有悟性 可以学习你的命令 愿敬畏你的人 看见我就欢喜 因为我仰望你的话 耶和华 我知道你的叛语是公义的 为了你的信实 你使我受苦 求你按着你给你仆人的应许 以你的慈爱安慰我 愿你的怜悯临到我 使我活着 因为我喜欢你的律法 愿傲慢人蒙羞 因为他们以诡诈污蔑我 至于我 我却要默想你的训词 愿敬畏你 知道你法度的人都归向我 愿我的心 在你的律力上无可指责 使我不致蒙羞 我渴望你的救恩 以致心力衰竭 但我仍仰望你的话 我仰望你的应许 以致眼睛昏花 我说 你什么时候才安慰我呢 我虽然好像烟熏的皮带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力 你仆人的日子还有多少 你什么时候才向那些 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 傲慢人为我绝了坑 他们就是那些 不按着你律法而行的人 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可信靠的 他们一贵诈逼迫我 求你帮助我 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除灭了 至于我 我却没有离弃你的训词 求你照着你的慈爱使我存活 我就必谨守你口中的法度 因为你用这些训词使我存活 我是属于你的 求你拯救我 因为我寻求你的训词 恶人等待着要把我毁灭 我却思考你的法度 我看一切圆满的事都有尽头 只有你的命令是广阔无边的 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地默想 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 因为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 我比我所有的老师明智 因为我默想你的法度 我比老年人更明理 因为我遵守你的训词 我制止我的脚不走任何邪恶的路 我要谨守你的话 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 因为你亲自教导了我 你的话语在我的上堂多么甜美 在我的口中比蜂蜜更甜 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事理 因此我恨恶一切虚晃的道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我曾启示并且坚守誓言 我必遵守你公义的典章 我受苦极重 耶和华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使我存活 耶和华 求你悦纳我口中的甘心计 又把你的典章教导我 我的性命常在危险中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恶人虽然设下陷阱要害我 我却没有偏离你的训词 我以你的法度 为我永远的产业 因为他们是我心中的喜乐 我专心遵行你的律力 永不改变 遵行到底 我恨恶心怀恶意的人 我却喜爱你的律法 你是我的避难所 我的盾牌 我仰望你的话 作恶的人啊 你们离开我吧 好让我遵守我神的命令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扶持我 使我存活 不要使我因仰望你而蒙羞 求你扶持我 我就必得救 我必常常重视你的律力 偏离你的律力的 你都把他们弃绝 他们的诡诈是突然的 世上所有的恶人 你都把他们除灭 如同除去渣子 因此我喜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而战立 我畏惧你的审判 我曾秉行公义 求你不要把我撇下 交给欺压我的人 求你做你仆人的保证人 确保我的好处 不要容傲慢人欺压我 因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应许 我的眼睛都昏花了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 带你的仆人 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可以明白你的法度 现在是耶和华行动的时候 因为人都违反了你的律法 因此我爱你的命令 胜过金子 甚至胜过金金 在一切事上 你所有的训词 我都视为正直 我恨恶一切虚晃的道 你的法度奇妙 所以我必遵守你的法度 你的话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有悟性 我张口喘气 因为我切慕你的命令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像你肃长对待那些 爱你名的人那样 求你用你的话 引导我的脚步 不容什么罪孽挟制我 求你救赎我脱离人的欺压 好让我谨守你的训词 求你用你的脸 光照你的仆人 把你的律力教导我 我的眼泪像河水涌流 因为人都不谨守你的律法 耶和华 你是公义的 你的判词也是正直的 你以公义和制成 命定了你的法度 我心中迫切如同火烧 因为我的敌人忘记了你的话 你的话语十分精炼 因此你的仆人喜爱你的话语 我虽然微笑 被人藐视 我却没有忘记你的训词 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 你的律法是可信可靠的 我遭遇患难和困苦 但你的命令仍是我欢喜的 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 求你赐我悟性 好让我存活 耶和华 我一心呼求你 求你应允我 我必遵守你的律例 我向你呼求 求你救我 我必谨守你的法度 天还未亮 我就呼求救助 我所仰望的 就是你的话 我整夜睁开眼睛 我要默想你的话语 耶和华 求你照着你的慈爱 垂听我的声音 求你按着你的公正 使我存活 追求坚恶的人临近了 他们远离你的律法 耶和华 你和我十分接近 你的一切命令 都是可信可靠的 我从你的法度早已知道 这些法度是你立定 存到永远的 求你查看我的苦难 搭救我 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律法 求你为我的案件申辩 救赎我 按着你的应许 使我存活 救恩远离恶人 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 耶和华 你的怜悯浩大 求你照着你的公正 使我存活 逼迫我的 和抵挡我的很多 但我没有偏离你的法度 我看见诡诈的人就讨厌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语 你看 我多么爱你的训词 耶和华 求你按着你的慈爱 使我存活 你的话的总纲就是真理 你一切公义的典章要存到永远 领袖们无缘无故迫害我 我的心却畏惧你的话 我以你的话语欢喜 像得了许多战利品的人一样 虚伪是我憎恨厌恶的 你的律法却是我所爱的 我以你公义的典章 一天七次赞美你 喜爱你律法的必有丰盛的平安 什么都不能办到他们 耶和华 我要等候你的救恩 我要遵行你的命令 我的心谨守你的法度 这些法度是我热爱的 我谨守你的训词和法度 因我所行的一切都在你面前 耶和华 愿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 求你照着你的话赐我悟性 愿我的恳求达到你面前 求你照着你的应许拯救我 愿我的嘴唇涌出赞美的话 因为你把你的律力教导了我 愿我的舌头歌唱你的话语 因为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公义的 愿你的手帮助我 因为我选择了你的训词 耶和华 我渴慕你的救恩 我喜欢你的律法 求你容我活着可以赞美你 愿你的典章帮助我 我向亡羊走迷了路 求你寻找你的仆人 因为我没有忘记你的命令 诗篇第120篇 我在急难中呼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 救我脱离诡诈的舌头 诡诈的舌头啊 他要给你什么呢 他要加给你什么呢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裸腾木烧的炭火 我寄居在米社 住在基达的帐篷中 有祸了 我和恨恶和平的人同住得太久 我希望有和平 但我一说话 他们就要征战 诗篇第121篇 我要向群山举木 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 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他必不使你的脚滑倒 保护你的必不打顿 看哪 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顿 也不睡觉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你的右边硬蔽你 白天太阳必不伤你 夜里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脱离一切灾祸 他要保护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 耶和华要保护你 从现在直到永远 诗篇第122篇 人对我说 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那里去 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 我们的脚正站在你的门内 耶路撒冷被建造 好像一座结构完整的城市 种植派 就是耶和华的支派 都上那里去 照着以色列的定例 称颂耶和华的名 因为在那里设有审判的宝座 就是大卫家的宝座 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说 耶路撒冷啊 愿爱你的人都亨通 愿你的城墙内有平安 愿你的宫殿中有安稳 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的缘故 我要说 愿你中间有平安 为了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乐 诗篇第123篇 坐在天上的主啊 我向你举目 仆人的眼睛 怎样望着主人的手 婢女的眼睛 怎样望着主母的手 我们的眼睛 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 直到他向我们施恩 耶和华 求你向我们施恩 求你向我们施恩 因为我们饱受藐视 到了极点 我们饱受那些安逸的人的嘲笑 和骄傲的人的藐视 到了极点 诗篇第124篇 愿以色列人说 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那么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吞下去了 那时洪水漫过我们 极流淹没我们 汹涌的洪水把我们淹没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容让敌人 把我们当作猎物撕裂 我们像雀鸟 从捕鸟的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就逃脱了 我们的帮助在于耶和华的名 他是造天地的主 诗篇第125篇 依靠耶和华的人 好像喜安山 总不动摇 永远屹立 秦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 耶和华也照样围绕着他的子民 从现在直到永远 恶人的账 不会长留在义人的地业上 免得义人伸手作恶 耶和华 求你善待那些良善和心理正直的人 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 耶和华必把他们和作恶的人一同除去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6篇 耶和华使贝鲁的人归回西安的时候 我们好像在做梦的人 那时我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 那时列国中有人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耶和华 求你使我们贝鲁的人归回 像南地的河水附流一样 那些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 必带着河捆 欢呼快乐地回来 诗篇第127篇 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突然劳苦 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突然警醒 你们清早起来 很晚才歇息 吃劳碌得来的饭 都是突然 因为主必是他所爱的安睡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腹中的胎儿是他的赏赐 年轻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袋装满了剑的人是有福的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诗篇第128篇 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的人是有福的 你必吃你亲手劳碌得来的 你必享福 事事顺利 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环绕着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树的枝条 看哪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得见耶路撒冷的繁荣 愿你得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第129篇 愿以色列说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就多次苦害我 从我幼年以来 敌人虽然多次苦害我 却没有胜过我 他们好像离田的人 离在我的背上 所离得勾甚长 但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 愿所有恨恶习安的 都蒙羞退后 愿他们像屋顶上的草 尚未长大就枯干了 收割的不够一把 捆合的不够满怀 过度的人也不说 愿耶和华所赐的福临到你们 我们奉耶和华的名 祝福你们 十篇第一百三十篇 耶和华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耶和华 如果你旧查罪孽 主啊 谁能站立得住呢 但你有赦免之恩 为要使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他 我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比首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 比首夜的等候天亮还迫切 以色列啊 你要仰望耶和华 因为耶和华有慈爱 也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罪孽 诗篇第131篇 耶和华 我的心不骄傲 我的眼不自高 重大和超过我能力的事 我都不敢做 我的心平静安稳 像断过奶的孩子 躺在他母亲的怀中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以色列啊 你要仰望耶和华 从现在直到永远 诗篇第132篇 耶和华 求你纪念大卫 纪念他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 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 我必不进我的家 也必不上我的床榻 我必不容我的眼睛睡觉 也不容我的眼瞼打顿 直到我为耶和华 找着一个地方 为雅各的大能者 找到居所 我们听说约贵在以法他 我们在雅尔的田间 找到他 我们要进入他的居所 在他的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 求你起来 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贵 同入安息的居所 愿你的祭司都披上公义 愿你的圣民都欢呼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 不要转脸不理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实实在在 向大卫起了事 他必不会收回 他说 我要从你的后裔中 立一位坐在你的王位上 如果你的子孙 谨守我的约 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 也必永远坐在你的王位上 因为耶和华 拣选了喜安 定义把他当作自己的居所 他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居所 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我定义这样做 我要赐给习安丰盛的粮食 我要使城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都披上救恩 使圣民都大大欢呼 我要在那里 使大卫的脚长起来 我要为我的受高者 安排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都披上羞辱 但他的冠冕 必在他头上发光 诗篇第133篇 看哪 弟兄和睦共处 是多么的善 多么的美 这好比那珍贵的油 浇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 又从亚伦的胡须 流到他的衣领上 又好比黑门的甘露 落在习安的众山上 在那里 有耶和华命定的福 就是永远的生命 诗篇第134篇 耶和华的众仆人啊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夜间在耶和华殿中伺候的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要向圣所举手祷告 称颂耶和华 愿造天地的耶和华 从习安赐福给你们 诗篇第135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众仆人啊 你们都要赞美他 在耶和华殿中伺候的 在我们神殿的院里伺候的 你们要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耶和华本事良善的 你们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他的名是美好的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雅各归他自己 拣选了以色列做他自己的产业 我确实知道 耶和华是伟大的 我们的主超越万神之上 在天上 在地上 在海中 在一切深处 耶和华喜欢什么就做什么 他使云雾从地级上升 发出闪电随雨而来 又从他的府库吹出风来 他把埃及投生的 无论人或牲畜都击杀了 埃及亚 他在你当中施行神迹和启示 惩罚法老和他所有的臣仆 他击杀了多国的民 杀戮了强悍的王 就是亚摩利王西红 巴山王厄和迦南列国的王 他把他们的地赐给了自己的子民 以色列做产业 耶和华 你的名存到永远 耶和华 你可纪念的名 留存万代 因为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子民申冤 他要怜悯自己的仆人 列国的偶像是金的 银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却不能说话 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 口中也没有气息 做偶像的 必和他们一样 所有倚靠他们的 也必这样 以色列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亚伦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立位家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的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从西安来的耶和华 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 是应当称颂的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36篇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事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独行大骑士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用智慧造成诸天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 要称谢那铺张大地在水上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造成大光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太阳 他造太阳管白昼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和星星管黑夜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用大能的手和身出来的绑壁 领他们出来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分开红海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从海中经过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法老和他的军兵都抖落在红海里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引导自己的子民走过旷野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要称谢那击杀大君王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戮了强盛的君王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了亚摩利王西红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杀了巴山王厄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他们的地赐给了自己的子民做产业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他们的地赐给他的仆人以色列做产业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在我们卑微的时候顾念我们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救我们脱离了敌人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把粮食赐给全人类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诗篇第137篇 我们曾坐在巴比伦的河畔 在那里 我们一想起西安就哭了 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 掳掠我们的人要我们唱歌 苦待我们的人要我们娱乐他们 他们说 为我们唱一首喜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一族之地 唱耶和华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 如果我忘记你 请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如果我不纪念你 如果我不高举耶路撒冷 超过我最大的喜乐 请愿我的舌头紧贴上膛 耶和华 求你纪念 以东人在耶路撒冷 遭难的日子所行的 他们说 拆毁他 拆毁他 直拆到根基 将要被毁灭的巴比伦城啊 照着你带我们的行为 报复你的 那人有福了 抓住你的婴孩 摔在磐石上的 那人有福了 诗篇第138篇 我要一心称谢你 我要在众神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 我要以你的慈爱和信实 称谢你的名 因为你使你的名和应许显为大 超过一切 我呼求的日子 你就应允我 你使我刚强 心里有力 耶和华 世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 因为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 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大有荣耀 耶和华虽然高高在上 仍然看顾卑微的人 他却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 我虽然处身在患难之中 你仍使我存活 我仇敌的怒气 你必伸手抵挡 你的右手必拯救我 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 耶和华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 诗篇第139篇 耶和华 你见察了我 你认识我 我坐下 我起来 你都知道 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 我行路 我躺卧 你都细查 我的一切行为 你都熟悉 耶和华 我的舌头还没有发炎 你已经完全知道了 你在我前后围绕着我 你的手按在我身上 这样的知识奇妙 是我不能理解的 高超 是我不能达到的 我到哪里去 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 逃避你的面呢 如果我升到天上 你在那里 如果我在阴间下他 你也在那里 如果我展开清晨的翅膀 飞到海的极处居住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仍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如果我说 愿黑暗遮盖我 愿我周围的亮光 变成黑夜 但对你来说 黑暗也不算是黑暗 黑夜必如同白昼一样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来都是一样的 我的脏符是你所造的 在我母腹中 你塑造了我 我要称谢你 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在隐秘处被造 在地的深处被塑造 那时 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身体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 为我锁定的日子 我还未度过一日 都完全记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 你的意念对我多么珍贵 树木何等众多 如果我数点 它们比海沙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仍然与你同在 神啊 甚愿你杀入恶人 你们留人血的 离开我去吧 他们恶意说话顶撞你 你的仇敌 忘称你的名 耶和华 恨恶你的 我怎能不恨恶他们呢 起来攻击你的 我怎能不厌恶他们呢 我极度恨恶他们 把他们视为我的仇敌 神啊 求你见察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验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看我里面 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恒的道路 诗篇第140篇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 求你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图谋恶事 整天挑起争端 他们使自己的舌头尖利 如同舌的舌头 他们嘴里有毁舌的毒 耶和华 求你保护我 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 因为他们图谋推倒我 骄傲的人暗中布下陷阱害我 他们在路旁张开绳索作网 设下圈套陷害我 我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恳求的声音 祝耶和华 拯救我的力量啊 在征战的日子 你保护了我的头 耶和华 求你不要容恶人的心愿得偿 不要使他们的计谋成功 免得他们自高自大 至于那些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的头 被自己嘴唇的坚饿遮盖 愿炭火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掉在深坑里 不能再起来 愿搬弄是非的人 在地上站立不住 愿灾祸连连列举强暴的人 我知道 耶和华必为困苦人申冤 必替穷乏人便屈 义人必称赞你的名 正直的人必住在你面前 诗篇第141篇 耶和华 我呼求你 求你快来帮助我 我呼求你的时候 求你留心听我的声音 愿我的祷告 好像香安放在你面前 愿我的手高举 好像献碗祭 耶和华 求你看守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求你不要容我的心 偏向恶事 免得我和作孽的人 一同行恶 也不要使我吃他们的美食 愿义人击打我 这是出于慈爱 愿他责备我 这是高我头的膏油 我的头不会拒绝 我仍要为恶人的恶行祷告 他们的官长被摔在山崖下的时候 他们就要听我的话 因为我的话甘美 他们说 我们的骨头被泡散在木旁 好像人离田除地时崛起的土块 主耶和华 我的眼睛仰望你 我投靠你 求你不要使我丧命 求你保护我脱离恶人为我所设的网罗 和作孽的人的圈套 愿恶人都落在自己的网罗里 我却得以安然逃脱 诗篇第142篇 我大声向耶和华呼求 高声向耶和华恳求 我在他面前倾吐我的苦情 在他面前陈述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软弱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所行的路上 敌人暗设网罗陷害我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没有人关心我 我没有逃难的地方 也没有人照顾我 耶和华 我向你呼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在活人之地的夜份 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 因为我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求你救我脱离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大 求你把我从牢狱中领出来 好让我称赞你的名 义人必环绕着我 因为你以厚恩待我 诗篇第143篇 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凭你的现实和公义应允我 求你不要审判你的仆人 因为凡活着的人 在你面前没有一个是义的 仇敌逼迫我 把我压倒在地 使我住在黑暗之处 像死了很久的人一样 因此 我的灵在我里面软弱 我的心在我里面站立 我追念以往的日子 默想你的一切作为 沉思你手所造的 我向你伸出双手 我的心可想你好像干旱的地盼望雨水一样 耶和华 求你快快应允我 我的心灵已经衰竭 求你不要向我眼面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求你使我清晨得吻你的慈爱 因为我倚靠你 求你只是我当走的路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耶和华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我往你那里藏身 求你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为你是我的神 愿你至善的灵 引导我到平坦的地 耶和华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使我存活 按着你的公义 把我从患难中领出来 求你因你的慈爱 使我的仇敌灭绝 求你消灭所有苦害我的人 因为我是你的仆人 诗篇第144篇 耶和华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作战 训练我的指头打仗 他是我慈爱的神 我的堡垒 我的高台 我的救助 我的盾牌 我所投靠的 他使我的人民服在我以下 耶和华 人算什么 你竟关怀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念他 人不过像一口气 他的年日 仿佛影子消逝 耶和华 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求你触摸群山 使山冒烟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仇敌四散 求你射出你的剑 使他们溃乱 求你从高天伸手救拔我 从大水之中 从外族人的手里拯救我 他们的口 说虚谎的话 他们举起右手 起假事 神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 我要用实贤琴 向你歌唱 你是那使君王得胜的 是那就把你仆人大魏 脱离杀人的刀的 求你救拔我 从外族人的手里拯救我 他们的口 说虚谎的话 他们举起右手 起假事 愿我们的儿子 在幼年时 都像旺盛的树木 愿我们的女儿 如同垫四角的柱子 为建造电雨而凿成的 愿我们的仓库满意 各种粮食不缺 愿我们牧场上的羊群 滋生千万 愿我们的牛群 满驼货物 城墙没有缺口 没有人出去征战 在我们的街上 也没有呼叫的声音 得享这样景况的人民 是有福的 有耶和华做他们神的 这人是有福的 诗篇第145篇 我的神 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 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我要永永远远 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是质大的 配受极大的赞美 他的伟大 无法测度 世世代代的人 都要送赞你的作为 他们要传扬你 大能的作为 他们要讲述你 威严的尊荣 我也要默想 你奇妙的作为 他们要述说你 所行可谓的事的能力 我也要宣扬你的伟大 他们要传述你可纪念 至善的名 也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有 他的怜悯 临到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 你一切所造的 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民 也要称颂你 他们要讲论 你国的荣耀 也要述说 你大能的作为 好使世人 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和你国威严的尊荣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的王权 存到万代 跌倒的 耶和华都扶持他们 被压迫的 他都扶他们起来 万人的眼睛 都仰望你 你按时把粮食 赐给他们 你把手张开 使所有生物 都随愿得到饱足 耶和华 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是公义的 他对他一切所造的 都存着慈爱的心 凡是求告 耶和华的 耶和华都和他们接近 就是和所有真诚 求告他的人接近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所有爱他的人 却要消灭所有恶人 我的口要说赞美耶和华的话 愿所有的人都永永远远 称颂他的圣名 诗篇第146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啊 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着的时候 我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在世上的时候 我要歌颂我的神 你们不要倚靠权贵 不要倚靠世人 他们一点都不能救助你们 他们的气一断 就归回尘土 他们所计划的 当天就幻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自己的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的神的 这人就是有福的 耶和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他持守信实 直到永远 他未受欺压的人深渊 赐食物给饥饿的人 耶和华是被求的得自由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迫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寡妇 却使恶人的行动挫败 愿耶和华作王直到永远 喜安啊 愿你的神作王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歌颂我们的神 这是多么美善 赞美他 这是美好的 是何疑的 耶和华重建耶路撒冷 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人 他意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辰的树木 一一给他们起名 我们的主伟大 大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的人 却把恶人丢弃在地 你们要以感谢的心 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以蜜云遮盖天空 为大地预备雨水 使群山长满青草 他把食物赐给走兽 也赐给提教的小乌鸦 他喜欢的不是马的力大 他喜悦的不是人的腿块 耶和华喜悦敬爱他的人 喜悦仰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喜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城门的门栓 赐福在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的边界平静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饱足 他向帝发出命令 他的话迅速搬行 他降下像羊毛一样的雪 洒下像芦荟一样的霜 他抛下像碎血一样的冰雹 面对他发出的寒冷 谁能抵受得住呢 他发出命令 这一切就都融化 他使风刮起 水就流动 他把自己的话向雅各颁布 把自己的律例和典章向以色列颁布 他从没有这样对待其他各国 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典章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十篇第一百四十八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天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 你们要赞美他 他的众君 你们也要赞美他 太阳和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光亮的星星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啊 你们要赞美他 天上的水啊 你们要赞美他 愿这一切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他一发令 他们就都造成 他把他们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立了定律 永不废去 你们要从地上赞美耶和华 海怪和一切深海 火和冰雹 雪和云雾 执行他命令的狂风 大山和一切小山 果树和一切香薄树 野兽和一切牲畜 爬行动物和飞鸟 地上的君王和万族的人民 领袖和地上所有的审判官 少男和少女 老年人和孩童 愿这一切都赞美耶和华的名 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 他的荣耀超越天地 他使自己子民的脚得以高举 他所有的圣民 就是和他接近的以色列人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居民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一边跳舞 一边赞美他的名 几股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悦自己的子民 以救恩给谦卑的人做装饰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愿称赞神的话 藏在他们口中 愿他们手里拿着两刃的剑 为要报复列国 惩罚万民 用锁链捆住他们的君王 用铁疗锁住他们的权贵 要在他们身上 施行记录 在册上的审判 这就是他所有圣民的尊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诗篇第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要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要在他显能力的穷仓下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要因他无限的伟大赞美他 要吹脚赞美他 要骨色弹琴赞美他 要几鼓跳舞赞美他 要弹奏私弦的乐器和吹销赞美他 要用声音红亮的拔赞美他 要用声音铿锵的拔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